第221章 偶遇是一大地 女鬼真的很想给这个女生演示一遍 刚才 她被自己堵在墙角 蒙着脸 不敢回头 现在 她听到男生叫自己的名字 然后转过身直接走 对 就是这里 导演卡一下 这一真画面里 你在转头的瞬间 明明就看到我了 既然你怕鬼 怎么就能够从我旁边走过去 静止地抱住那个男生 所以 你到底是在怕什么东西 薛定饿得怕怕是吧 你这个小美女 双标的 让我恶心 你们就报警吧 好气 我也想报警了 可恶 本来就心寒 还说了个谐音耿耿笑话 女鬼小姐的命苦啊 莫是莫是 我在 男孩子就那样抱着女生 然后在她的后背 轻拍着安慰 想到经历的事情 夏新宇惊魂未定地说道 刚才好吓人 她突然出来 我本来想跑 被挡住了路 就只能往厕所里钻 然后没想到她又跟了过来 女鬼人都惊望 看着陈元 然后指着自己 一脸委屈 怪我 啊 这是能怪我的 我就是在这里刷出来的怪 你直接在我老巢堵我 问我卫是魔追你 讲点道理好发 行行 那我们走吧 陈元这样说完 又尴尬地朝着女鬼小姐姐示意 可以开启剧情了 不行 除非你说 女鬼请抓人 考虑到自己 还有别的人要下 她只能够收起上班时的小情绪 和小委屈 突然身体开始抽搐 一步步往前 舌头垂得老长 而夏新宇的恐惧 像是开关一样 当时就被开启 连忙催促着陈元跑路 太吓人了 快走吧 二人就这样拉住手 跑离了这里 唉 叹吸了一口气 女鬼终于结束了这一段折磨 这时 她突然听到声音 脚步声 和对话 等下会不会突然窜出人来啊 莫是 我保护你 听到这个 女鬼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然后在接近的时候 突然探出头去 啊 这一下子 直接把两个人吓得尖叫 开始跑路 而且 两个人还因为本能的恐惧 被吓得散开 往不同的方向跑 等等 我过来找你 男生虽然恐惧 但依旧不想抛弃女友 而女鬼 因为刚才的打击 此刻就像是撒欢的孙悟空 迈住六亲不认的步伐 专门逮住女生年 把两个人越拆散越远 逗杀了 逗杀了 一个埋南极 一个埋北极 你刚才真的那么怕吗 陈元也觉得 夏新宇 有点点卖萌的成分 可能就是想撒娇 所以好奇地问道 不是怕鬼 主要是那个氛围太吓人了 阴森森的 夏新宇想到那一刻 都有些头皮发麻 而且那个时候 你跑得好远 我看不见你 那个英孝跟女鬼又在旁边 太吓人了 对不起啊 你几个同学 非要推着我走 陈元甩锅道 我还以为 我牵的是你呢 突然捕捉到 关键信息的夏新宇头一歪 问 牵 干 陈元已经有了预感 夏新宇下一秒就要 哪只手牵的 这只手对吧 大 哪只手牵的 夏新宇盯着陈元 问 这只手牵的 打吧 陈元伸出手 表情寡淡 已经摆烂 打什么啊 夏新宇不理解陈元在说什么 然后把自己的手放在了他的手心 并让其握着 记好啊 我的手是这种感觉 握着星宇的小手陈元感觉到 得确跟刚才握的手 十分不一样 刚才的是小胖手 指节还要稍微短一点 而星宇的手 则是骨骼鸣晰修长 有些瘦 但也不是完全没肉 就跟自己之前拍的屁 一样 柔柔软软 记住了记住了 不会搞丢的 陈元点了点头 然后说 走吧 嗯嗯 别放开哦 如果松开 那就是 我被鬼给带住了 夏新宇跟着陈元走的时候 还是有些怕怕的 小心翼翼的左顾右盼 呀 咋 咋了 夏新宇被吓得一阵 连忙问道 又踩了个冰榔 不要再说冰榔了 卫士摩老师因为冰榔而惊讶啊 夏新宇真的不理解 浑身是血的疯狂屠夫不怕 躺在地上的冰榔可倒是能让陈元反应过度 毕竟鬼是假的 狗屎根口香糖是真会粘在鞋底的 陈元解释道 那么 就在看到鬼的时候 稍微地提起进来 大声一点地提醒我 夏新宇就真的要求道 那我明白了 陈元点了点头 知道了尺度 那三个女孩 应该是自己先走了 走廊上 已经没了人影 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话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吓人的东西 在一个转角的窗户上 确实有一对携手印记 狠狠地印在玻璃上 就像是后面有个人在疯狂输出 纸 拿刀乱砍 这里好像是学校的主题啊 夏新宇好奇地说道 学校 医院 感觉缝合了不少的恐怖元素 的确挺有意思的 陈元还不知道下海这个 欢乐骨质魔好玩 不然早就来了 而且 真人好多呀 感觉投入了很大的成本 都跟有些密室逃脱一样了 两个人 因为过于安全 还聊起了天 你不会再鬼出来的时候 也突然地吓我吧 夏新宇警惕地说 你不信任我 不是不信任 我肯定信任 但 夏新宇想了好一会儿 才找到合适的描述 然后说道 你会不会因为喜欢看到我着急害怕的样子 觉得太好玩了 真有意思 然后故意 那得却会 陈元坦率承认 唉 干嘛要欺负我呀 夏新宇抗议道 因为很可爱 哼 夏新宇 已经被免疫了陈元突然而来的撩拨 也不至于会特别害羞脸红 甚至还能够反击 拿人害怕的弱点来欺负 万一真把我吓哭了 看你要怎么哄 哦 知道了 陈元点了点头 干脆地答应 陈元突然老实地答应 让夏新宇都有些不适应 还以为是自己太过于叫真把气氛搞尴尬了 于是转过头看向他 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了窗户上面的两个血红印 然后情不自禁地叫出 呀 在他叫完后 陈元连忙从后抱住他的双臂 不停摸摸 做出着急地说 宝夏刀磨 磨是磨是 我在我在 手印坏 打手印 不怕不怕 这一番讽刺意味十足的表演 当场就把夏新宇给整尬了 实在是受不了地吐槽到 非要那魔疾端干吗 我不是说不能够欺负 要当小孩子一样的保护 只是要有个度 稍微欺负一下是可以的 可以 听到夏新宇这魔说 陈元好奇地问道 可以 但不要吓我 对此 夏新宇提前声明道 你知道的 我胆子不是很大 而且 惊吓是一种感觉 是个人都会被突然的东西给吓到 尤其是在鬼屋里面 但是 其他方面 我也没有那魔娇气 不会碰一下就印记 话音未落 夏新宇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胯 被轻轻拍了一下 而拍那里的手 还在上面停留了一下 机械地转过头 脸颊点点变红 看着丝毫不觉得羞耻的陈元 夏新宇嘴角扁了扁 故意讽刺地问 又哪里有灰了 找出来让我看看 没有 陈元摇了摇头 坦率地笑住道 你有一点点 夏新宇伸出一根手指 认真的说 一点点什么 陈元好奇地问 夏新宇一边走 一边毫不客气地说道 一点点变态 啊 这魔严重 陈元虽然嘴上这样说 但并没有什么紧迫感和危机感 毕竟夏新宇明显没有生气 在外面 万一有人跟鬼看到了呢 夏新宇提醒陈元 欢乐谷也并非法外之地 可是回家了 你更不愿意吧 陈元不示弱地回应 夏新宇被说得一愣 突然想到了 如果在两个人的房间里 陈元突然提出这个要求 那自己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呢 不对 不是答不答应 这个要求提出来 就有点点变态啊 那在家里 不经过自己同意 陈元就直接拍上来的话 他也不会生气 顶多会有点害羞 可是 如果自己只是害羞 并不反对 那么我 陈元会不会看到一次 就顺带上手拍一次 这这这 好奇怪啊 一想到跟瑟瑟有关联的事情 夏新宇便大脑当机 卡在了两个人 深情的亲吻那里 毕竟后续的事情 他实在是联想不出来 算了 这个男孩子 也没有别的爱好了 他就喜欢在我身上 有限度地动手动脚 这也不满足他的话 确实是不人道 前面好像就是你同学了 他们又不敢走了吗 走着走着 陈元看到了那三人组 可以给这个组合取一个名字 甘文催 就在二人向他们靠近的时候 陈元突然感觉到 一只手从自己一背下潜入 然后 顺着从腰部的肌肤掠过 指尖徐徐地向上抚去 在走进到甘文催面前的时候 那只摸索的手 即将抵达前胸 戛然而止 拿出来了 陈元看着夏新宇 打了个问号 而夏新宇也看了眼他 并轻哼一声 彭腐在说 你也知道 这样很难为情啊 不是难为情 我是 陈元感觉天花板突然低了一些 害怕顶到头 所以 微微攻了下腰 太吓人了 怎么这摸多工作人员 我上次来的时候 还都是假人啊 真尼玛离谱 追着我到处跑 然后 还把新宇 他们跟丢了 大家陆陆续续地 从鬼屋出来之后 都开始吐槽起 这一次体验拉满的鬼屋之旅 而那三个女生中 脸蛋有些婴儿肥的那一位 则是炫耀道 还好我们一直跟着新宇他们 基本上都莫子摸走过弯路 还超近到了 这个鬼屋带一点迷宫性质 哪怕陈元他跟夏新宇耽搁了一会儿 他也是最快速通的玩家 所以 在这位的吹捧之下 班上的女孩们都对陈元的感官度拉满 尤其崇拜 就是这样 在任何领域 超出普通人 特别出众的行为 都会十分加分 尤其是这种考验勇气的时刻 就像是自然界的雄狮 都是最强壮和勇敢的 夏新宇虽然不太喜欢他们在鬼屋里面贴着陈元的行为 但却对他们夸陈元这件事情 相当的得意与满足 女人就是这样 吃醋跟炫耀 都不耽误 那我们就走了 拜拜 夏新宇跟这对人打了个招呼后 便与陈元离开了此处 然后 颇为好奇地笑着说道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 不知道 可能因为 我是唯物主义战士吧 陈元相当自然地回答道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你会一个人去景江那个秘密基地吹夜风 夏新宇提起道 那可是晚上啊 还难磨偏僻 虽然被陈元带去的那一次 完全不害怕 还觉得相当有趣和浪漫 但要是一个人的话 光是代入一下 就很害怕了 还好吧 陈元并不觉得 黑夜吓人 夜晚可怕 在没有抄子之前 他就是一个胆大的人 那你有没有最怕的时刻 夏新宇好奇地问 陈元想了想后 一阵后怕地说道 有 上次被十亿阁挡住 差点被张建军逮住那一次 我好怕被他秒了 哈哈 我说的不是这种怕了 夏新宇被陈元逗笑了 刚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以及 人影对面的一个女生 唉 这不是十亿吗 正当他认出来的时候 陈元把他一把抓了过去 然后 二人躲在一个卡通人物雕塑后面 这时 陈元还将手指搭在嘴唇上 小声道 有乐子 站在十亿的面前 一个留着马尾 五官漂亮的女孩 认真地说道 十亿 我已经考到年纪前十了 现在应该有资格被你看在眼里了吧 妈的 学霸的爱好特摩畸形 最吓人的一击 十亿愣了一下 从刚才被这个女生叫过来说话开始 就有些不能理解 但见对方很认真的样子 他也只能老实地说 我 不认识你啊 但我一直在默默关注你 女生鼓起勇气 说道 现在 我成了年纪前十里唯一的女生 你应该看得见我了吧 十亿在想 对方是第几 前三 没有女生啊 前五 也没有女生啊 前五以后就默看过了 那应该是五到十之间 所以 在两久的沉默后 憋出一句 厉害 所以 能跟我在一起吗 女生问出去的时候 有一些难为情 但还是相当有力地说出口了 十一很为难 因为她不太喜欢拒绝人 但这个时候 显然拒绝更好 所以 她直白地说道 不好意思 不可以 我知道了 因为对方是那个十一 所以 女孩也想过这个结果 接受了现实 并 不服输地问道 那你在高中阶段 有在意的人吗 十一想了想 点头 有 光说在意的人 还真有 那能问一下 是哪个女生 不是女生啊 啊 此刻 这一声从心里发出来的 啊 同步地来源于三个人 第222章 张建军 十一 陈云 不是 你可能有一点的误解 用手扶着额头 稍作思索后 十一解释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到底是怎么样啊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都很在意 夏新宇这时的反应 比十一对面的女生 都还在意 认真地盯着 想听她到底怎么解释 不是鱼子 你别不信 十一哥现在全校第二 被人短暂地抄了一下 她在意的 肯定也是那个 幼子王后选者啊 怎么会是 你男友 我呀 不过是十一宗 百强边原天骄罢了 在这英雄 如果将之计的死宗 连计都算不上 顶多小白条罢了 不过干炸小白条 还真的挺好吃的 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在于 十一哥怎么会 拿我陈琳来当 拒绝女生的理由 那也太极不暧昧了 再看看 不要如此盲目 就下定论 那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 女生问 真不是 你知道 我想的是什么意思 知道 但了解很粗浅 十一连忙叠甲 然后在酝酿措辞之后 解释道 我没有那种欲望 不不 有欲望的 生理上的反应 每天早上都会有 当然 不是在心骚扰你 我的意思 高中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女生现十一解释的太费劲 直接打断道 可以这摩说 十一认可的点头 正常都是这样说吧 女生虽然觉得 对方说话的方式有点怪 但也还能够接受 毕竟这可是那个十一啊 而她喜欢她 除了长相方面 是恰好的类型 更多则是因为 自信恋的倾向 一个不喜欢交朋友 独来独往 然后成绩如同磐石一样 屹立于四中的顶端 乃至下海的顶端 这样人 天然散发出来的魅力 是智慧的器械 很性感 我这众人谈恋爱 倒不是会影响学习 而是学习时 会影响谈恋爱 让我想想怎么说 学习的时候 会忽略女友的感受 哪怕谈了恋爱 也与普通的相处 没有区别 担心会让人扫兴 女生跟是一嘴涕一样 精准地替她表达内心所想 是这个意思 十一感激地点头 然后总结道 而且恋爱 也受到四中校规的制约 再加上 我可能比别人 要稍微容易 被校领导关注 明白了 女生也点了点头 了解一切 接着 真情实感地说道 你拒绝的理由 很诚恳 那么 我能够跟你考一样的大学吗 当然可以 对此 十一毫不犹豫地答道 华夏的大学 每个人都有报考的权利 她想考什么 自己没有拒绝的资格 不过她说的 应该是大学以后的自己 有没有跟她谈恋爱的想法 十一觉得没问题 每个人每个时期 都有不同的心境 视野也是螺旋上升的 进到大学后 比自己强的也有一些 倘若是被所谓的 高智商 吸引 喜欢别人也十分正常 如果一直到那个时候 还没有改变想法 如此长久地喜欢 而不动摇 是 唉 了吧 无论怎么样 结果都是好的 那能够冒昧地问一下 你在意的男生是谁 对此 女生感到颇为好奇 是那个暂且第一的 柯家园吗 不过她的话 成绩起伏很大吧 甚至 还经常调出前十 那不是 十一摇了摇头 当即否定 然后 觉得有些巧合地说道 不过 确实名字里带缘 冤枉 陈元听到这个的时候 就直接看向了夏星宇 而她 此刻表情非常微妙 不知道是羞耻 还是生气 反正就那样看着自己 不知不觉中 眼神逐渐哀怨 不是 我是特摩逼妹谋骂 就离谱 不过是提前交卷了 就一枪打中了十一哥的心了 说我提前交卷装逼 你特摩 因为别人提前交卷就把人给合了 还非要再一次比赛中 把人正面击败 让对方体会到实力之间的差距 认清自己 你又何尝 不是一个孤高的装逼犯 十一 大 哎 这话不能乱说 她要大笨蛋 那夏海这届高二全员脑瘫了 那她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吧 女生默在继续问 嗯 很了不起 十一一直都很认可陈元 倒不是不认可柯家园 毕竟 她也是夏海高中生的顶点 虽然不是很稳定 或者说 非常不稳定 只不过 作为朋友和对手 除了有实力外 更重要的是 性格方面的契合 之前在宁城 和陈元 还有刘成熙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她就觉得 比起那个过于咄咄逼人 对于胜负过于较真的刘成熙 陈元要明显更善良 善良的人 让人舒服 那我 先走了 女生提出说 等一下 名字 不用了 女生也特别直傲 十分坚持地说道 看看前十 果然还是不能够让你记住 我虽然超过不了你 甚至接近 你都十分困难 但靠得更近一点 迟早会让你看见的 好畸形的哀啊 不是 你知道四宗里科前 识什么概念吗 华夏的大学 你都随便挑了 别卷了 别卷了 这状元含金量 越来越高了 陈元是这样想的 而一旁的夏星宇 则是被对比之后 有些自卑 自己也太弱了 在陈元面前 学霸也只当了 区区一个多月 跟这个女生比 更是云泥之别 不行 我也要努力 如果跟陈元变成差距太大 让对方来迁就和向下兼容的话 那会有些悲哀的 肉眼可见的 鱼子焦虑了 就是被这些人卷的 陈元想要安慰 但又觉得 现在的资格还不够 其中 等到那时 真的狠狠超过了他 再捏着他的脸蛋 说教他学习吧 没错 哪怕知道这样 会让夏星宇焦虑 陈元也要做最高最高的招 这玩意 不能随便做 总之 在学习方面 在超子的加持下 他没必要放水 变得更好 也是为了有足够的能力 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家之 啊不 给星宇一个确定的未来 不过这十一 还真挺淡定的 人家女生也挺漂亮的 性格方面也比较开朗 战斗力可能接近七百 就丝毫没有动心嘛 就这样 对方跟他打了个招呼 便走开了 十一则是站在原地 然后拿出手机 直接就闷头玩了起来 不是 我好痒啊 我好想跟他聊天啊 正当陈元这样 想的时候 夏兴宇戳了戳他的肩膀 然后指着十一 怎么 让我出去 把十天地干掉 夏兴宇也很痒 他虽然觉得 陈元很直男 十一也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两个人这种 过于奇妙的羁绊 还是让他有点担心 所以 他提出道 你去跟他打个招呼 聊聊嘛 那你呢 我 我就在这里啊 不是 夏兴宇你不信任我 陈元感受到 自己受到了轻蔑的侮辱 怀疑我取向 不是 怎么就叫我全民了呀 别生气啊 夏兴宇解释道 我只是 好奇吗 他眨巴着眼睛 突然这样一撒娇 陈元也没办法了 正好 他现在有点养 着实想看看 这十天地 是不是真的时候 把七仙女定住后 去偷偷 所以 做出无奈的迁就道 行吧 一你一你 嘻嘻 去吧 夏兴宇 像是抛出神奇宝贝球一样 让陈元去跟野生的超梦对战 就这样 陈元走了出去 叫住十一 嘿 一哥 十一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转过头 看着陈元 旋即露出笑容 走了过去 你没有跟我们学校的 那个女生在一起吗 他跟同学一起 这样啊 你不去玩吗 感觉 你好像不太感兴趣 陈元问 在看漫画 十一看了一眼 那些游乐设施 解释道 实在是有点怕 从小就恐高 感觉这里 都是个中国山车 不过摇头飞椅 倒是坐了几次 还挺刺激 摇头飞椅 刺激个急冒 原来是恐高不敢玩 我还以为是拒绝 跟这些低劣的 六百分人类威武呢 是我中二了 话说刚才那个女生 挺漂亮的 是谁啊 陈元八卦地问道 听到这个 十一有些难为情 憋了好久 才开口道 他说在年纪前十 但我不知道他名字 感情你是因为 不知道名字 才不好意思 那他 喜欢你 陈元又直接地问 十一点了点头 这十道坦诚又淡定了 表白了 那你喜欢他吗 陈元持续问 同时 开启新生 到底是不是十一 让我测测 不知道 太突然了 不知道 太突然了 挨你 心里默化 就别浪费我体力 但我想的话 十一稍作思索后 说出了一番 颇有折思的话 每个人对恋爱的感觉 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比较敏感 有些人很迟钝 我就是迟钝的 我现在可能没有那种 怦然心动的感觉 但某一天 可能会因为某个瞬间触发 慢慢回味过来 这番话说得很委婉 但陈元听懂了 那就是 没有一线钟情的感觉 嗯 十一必须承认 那一个 你这爱情观可以啊 陈元还以为他接受 一起上大学的邀请 就是喜欢人家的意思 答应一起上大学 不等于喜欢你 唐妞不等是秒了 这个 我倒是有点想询问你 毕竟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十一话音刚落 陈元就把他拉到了一个长椅上 让其坐下 同时掏出书包里的薯片打开 吃瓜的准备尤其充分 你是第一次陷到我们学校的那个女生 就一见钟情吗 十一认真的问 那叫真的表情 就差拿个小笔记本出来 不是 你聊我干嘛呀 要是鱼子不在 他这个时候就说了 不知道 他追的我 但鱼子就在那里听 而且 十一问的 还有奇特魔的真诚 这 夏新宇突然的脸红了 没想到 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 不过 这个十一问的问题 他还真的很想知道 毕竟 女生都是很在意男生想法的 我 被你一眼就喜欢上了吗 陈元说 我跟他在之前就见过 但一直默打招呼 这个不太好评 只论感觉呢 十一笃定自己 对这个女生第一眼 没有什么波澜 所以他需要扣问自己的心 嗯 很漂亮吧 还有呢 有点高冷 有什么跟其他女生不同的 一眼看上去的话 陈元都快被说红了 纠结好一会儿后 才开口说 很漂亮 但很高冷 如果突然像刚才那个女生 和你表白这样对我 我可能 抵制不住诱惑 多大的可能 八 八成 百分之八十八 神特魔 八八成 陈元实在是 不想聊这个话题 但这个话题 必定要有结尾 所以他索性地承认到 让我向他表白 莫多大可能性 但他跟我表白 我会答应 这个还算重肯 而且 基本上属实 陈元不喜欢主动的 也不愿意去追别人 但当时 隔壁的女孩 如果说想跟自己处一下 想一想那个画面 我拒绝她干嘛呢 游戏莫达好 学习莫学好 这还不早恋 我特摩对得起 自己的十七岁吗 应该 保住了东南男人以后 在家的地位 陈元是这样想的 但躲在卡通雕塑后面的 下星雨 却笑得眼睛都眯起 脸蛋上出现了梨窝 特别得意与开心 什么嘛 说 我高冷 如果跟你表白 还是一下子就答应了 所以 其实没认识我之前 只是邻居的时候 就有一点喜欢了吧 那时跟我表白 得去是为了拉着我 让我别着急自杀 是拖延的计策 但我如果答应了 你也会将计就计 跟我在一起 下星雨觉得自己 现在特别坏 特别小人得志 但又真的 好得意啊 毕竟陈元一直都不承认 一直都说 自己是因为感情 才和他在一起的 没有一件钟情这种东西 不过跟男生坦诚相待之后 还是说漏嘴了吧 所以说 他在救完我之后 那些两个人的相处 也都是稍稍有些目的性的 包括 第二天 放在我门口的鲁鱼饭 那是喜欢我才买这 魔鬼的早餐给我吃呀 这种感觉 真好 下星雨捂着嘴巴 强忍着一些喜悦的心情 打算继续地听下去 然而突然的 一个男人的声音 让他顿时身体紧绷 张孝既然来了 那承蒙赏脸 中午一定要一起吃个午饭 周总客气了 哪里哪里 能够跟您这样的大教育家 当面探讨 我十分荣幸 那周总你就先忙吧 我都来了 就去看看我的学生了 张建军不是不来吗 而且 他要看哪个学生 下星雨都吓死了 连忙拿出手机甲装打电话 然后 就看到张建军 走向了陈渊跟十一那边 要出事了 下星雨下的疯狂给陈渊发消息 而这时的他 跟十一聊得正快乐 完全没有注意到 建军将 那听你这样说 我得再考虑考虑了 毕竟 真的没有 那种感觉 十一现在想来 自己刚才有些武断了 末世 陈渊把手搭在十一的肩膀上 鼓励地说道 一哥你们学校漂亮女孩那么多 迟早会遇到那种意研究 十一 张建军的声音 魏石魔 陈渊的心脏 险些骤停 他现在想用老墨 坐过山车那个表情 啊 我死了 是真的要死了 而十一则是一愣 也被稍稍吓到了 然后 脑海中想到了一切的一切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陈渊的女朋友 糟了 终于见到你了 张建军看到陈渊这张脸的时候 想起来了 那天跟着十一在学校的 穿十一中笑苦男生 就是他 还有 那天 自己在寺中外面遇到的 跟自己学校女生谈恋爱 也是他 虽然忘了 他叫什么名字 但是 他好像在给我的柚子 灌输什么 关于早恋的思想 我动不了你 但我们学校 那个跟你谈恋爱的女生 老师好 十一起身 跟张建军打招呼 他跟张建军关系还可以 但其实是对方单方面找自己谈心 而他猜测 其中的理由可能是 他是二年级的稳定前五 您好 陈渊也起身 微微对张建军点头 然后 拍了拍十一的肩膀 不卑不抬 不卑不抗地跟他打招呼 我去我同学那边了 再见 但陈渊内心 其实有点慌 倒不是害怕建军将 而是新宇 我的新宇 感觉要到姑姑出面 才能保住的程度了 妈的 新宇 咱不受这期 去十一中 何鸿涛亲自带你报到 没办法了 如果到了那一步 只能转校级了 最后 十一个 看你还有没有量测了 刚才那个 是你初中同学吗 张建军笑着问道 他对十一尤其看重 甚至比现在的第一课家园 都还更甚 从开学以来 十一是同期里唯一一个 所有的考试 包括分班之前的 每次都位列前五的学生 哪怕加上了 他并不擅长的文科 而分班之后 就更厉害了 无论题目多难 都能稳居前三 多次第一 越往后面 这众学生会越降 他在寺中的对手 已然寥寥无几 只需要战胜一中的最强 下海状元 便稳稳拿下 所以 我的状元 怎么能被那众早恋的学生给影响 不可能的 自己带领寺中 成为全省第一名校的计划 绝对不可能让这众学生 我在竞赛上认识的朋友 特别厉害 十一一句话 当场把张建军的笑容凝结一针 没错 这就是十一想到的 解救陈渊女朋友的方法 让陈渊 不变成那个带坏自己的差学生 而是 旗鼓相当的对手 特别厉害 比你还厉害啊 张建军打趣地说 十一想了想后 点头说 出赛的时候 他两个小时不到 就交了试卷 而分数 有106 那是不错 但出赛题目简单 他或许只是把会做的都做了 比十一还将的学生 不在四中跟一中 而在十一中 开什么玩笑 十一不太敢直视张建军 略有紧张到 他正赛的时候 已经把最后一题的倒数 第二个步骤答案写出来 只差五分钟 应该就能够拿下满分了 而这番话说出来的时候 张建军没办法再那样笑了 因为他知道 这是真的将 当时四中数学组研究过 这样的试卷 只有保持全程顺畅 不走一点歪路 才有做完的可能性 跟十一对过答案 他不是119 就是120 就是超级理科天才 而第一的科家园 估计才只有110分左右 离满分很远 而科家园这次能考第一 也是因为在 偏文科 得领域语文 英语超常发挥 比文科第一名的学生还要高 才能险胜十一 所以 十一的理科在四中 在下海 都是独一荡的 他估分之后多少 张建军问 1158 十一笃定地说 其实他不知道成员估分后多少 但他认为 作为自己的对手 只能是时间不够来不及做 而非是不会做 做了的 必定也只能对 不然 他连刘成熙都还不如了 115 数学组当时也分析过 十一这个水准 在省内已经没敌手了 所以 并不是他能够考满分 就意味着 有很多满分 115这个分数 也就是最后一个步骤没完成 这个分数 绝对排得进全是前十 数学强 则理科强 理科都降了 那总分不会弱 难道这个十一中的 真的不是坏学生 不对 十一有可能想要包庇他 故意营造一个 他很降的假象 谎言 欺骗不了我 下周 数学竞赛成绩就出来了 前十有没有他 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你这个朋友 叫什么啊 张建军笑赢赢道 陈云 十一说 下一周数学竞赛成绩就出来 全市的排名都有 你如果不再前连 那我就真就不了你了 陈云 记起来了 他在被我发现早恋的时候 主动地报过名字 行 那我还有点事 你跟同学们去玩吧 张建军笑着对十一说 老师在线 十一礼貌打招呼 然后 张建军从他身边离开 表情 也从对十一的 和蔼 笑容 变得有些严肃 两个层次差不多的学生在一起 当然没问题 甚至说刚才聊的那个话题 都算是学神之间的真性情 陈云 我记住了 你最好是 我当然是 假装跟同学打电话 实则全程听完这番对话的陈云 在感激十一哥 全力相救的同时 也暗暗地跟张建军杠上了 这就跟老莫一个道理 因为恋爱对象 是四中天娇女 所以 纵容了 而自己 想要让星宝 安全在四中 唯有一条路 成为十一中圣子 第223章 圣子的决心 夏星宇 虽然在最久的时候 我预父孝长 毫不care的样子 很嚣张 但在张建军 微服私访欢乐骨 差点被带到 然后四处躲闪的样子 真的很狼狈 哪怕那位大人 已经走远了 他内心的恐惧 也一点都没有散去 最恐惧的一集 直到 陈云跟十一重新碰面 在商量些什么 危机看似解除的时候 他才敢凑过去 然后小声地跟陈云嘀咕道 我们是不是 完蛋了 对此 陈云沉重地点了点头 到 现在 有两个选择 啊 好倒霉啊 他怎么来这里了 不是不来的吗 夏星宇拍了拍额头 颇为懊悔 然后 难过地看着陈云 有些无奈地问 哪两个选择 第一 转到十一中 跟我当同学 看来 只能这样了 夏星宇叹息了一口气 承认了这种结局 四中 是真的抓早恋的 而且 陈云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了 老实说 他是真的不想 麻烦姑姑 所以 真到那个时候 绝对不想让姑姑为难 不过 他还是带着一丝幻想的问道 那第二个选择呢 不转学 继续在四中读 啊 夏星宇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 两久后才问道 你的意思是 我还可以在四中读 不会被开除了 当然 陈云道 那你为师母 要说有两个选择啊 第一个 主要是我想 唉 夏星宇差点被急哭 用手用力 捏着陈云的脸 非常用力地抗议和谴责道 吓我好玩吗 啊 十一觉得 陈云的这个女朋友 还真是挺文明的 这个时候 其实是可以骂人的 不过 我刚才真觉得要玩了 实在是想不到 保住你的方法 毕竟我这一次的 却是碰到建军将的逆龄了 陈云真是这样想的 自己作为一个 十一中的普通学生 去跟柚子王候选者 灌输早恋思想 这得有多大的胆子 张建军一直想的都是 在他掌舵时期 彻底超过老牌强效一宗 成为下海第一宗 乃至于海东第一宗 而在下线相同 指双方都近乎百分百的一本绿 以及高端战力五五开 指普通柚子数量接近的情况下 想动摇一宗霸权 那还真得看顶尖战力 陈云要是把十一带坏 便得拉胯了 哪怕最后有个驱状元 张建军也是要发狂的 没想到 唯一的破局之法 十一既然找到了 只要证明我不是近墨者黑的墨 而是近朱者赤的 赤 那就不算是有害社交 真是帮大忙了 一哥 陈云来了个古朴的仪式 这以最高的尊敬 抱拳 其实 我也有点害怕 十一想到刚才的张建军 摇了摇头 有些坦率地承认到 感觉说错一句话 他就要出事了 真是谢谢你 太感激了 夏新宇站在陈云身旁 挨在一起 然后给十一轻轻易举 着实感恩 但我感觉 你们好像并不怕 十一看着像是 粘在一起的二人 吐槽道 夏新宇同学 矜持 陈云提醒道 又被倒打一耙的下心语 只能跟陈云分开一些 尽可能的 不在这种危险的地方 跟陈云看起来过于的亲近 真是的 又不是我一个人 情不自禁地往他身上贴 你不也时不时地摸我一下 抱我一下吗 真会撇清责任啊 陈云 我帮你把话放了出去 说你会一百一十五 不要紧吧 十一笑助对陈云说道 语气里面 有一些抱歉 但实际上 那种歉意的情感 并不存在 他所现的陈云 一直都十分谦虚 那天说要摘最高的柚子 也是对他身边的女孩说的 陈云 在自己面前 从来都适宜 一哥 这样称呼 总是用开玩笑的口吻 将自己置于 和他完全不是一个 境界的学生 好比高手比武 十一发出了挑战 而陈云一直不接受 所以 他这里这样说 实在是不想听到 对方过于谦虚的回答 是继续当卧龙 用过分的低调和谦虚来回应 始终不接受 捧杀 还是稍微狂一点 承认呢 陈云 这个时候还是弱 还回避 那就真的没意思了 十一针男人 他看出来了 面对张建军那重压 迫感十足的宗主 他明显 是有些忌惮和紧张的 但就算这样 还是为了捞自己一手 跟鬼一样的张建军硬刚 坦率地说 先前他们敌化自己的时候 陈云那般签词 其实是一种立体防御机制 这样就算真的输了 也没啥 不过现在 他燃起来了 十一甚至连四宗的第一 刚刚失去 便敢言 一年半以后的万宗大笔 还言要替建军守住四宗 圣国 赛前的垃圾话说出来 需要勇气和代价 因为很有可能被打脸 但只敢再赢了狂 第二百二十四章 真的不动手动脚啊 陈云说完那句话之后 周福从和善正常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充满了嫌弃 同时流露出那种 看手脚健全 但却是无业人员的 鄙夷眼神 老实说 被身材交好的女高中生 这样盯一下 还真的有点小爽 但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周福你好好说话 干嘛动不动就奖励别人 我之前觉得 你们会恋爱得特别唯美 跟漫画一样 周福摇了摇头 叹息地说道 但显然 你不是那种 阳光健康的男主 那你就说错了 漫画是有留白部分的 在读者不知道的时候 男主也有自己的生活 会看优雅老师的电影 会道馆 会对着女主角 鞋子里团着的白袜子 产生新幻想 不幸你把成员的高光剪辑出来 剔除掉那些 你觉得有些瞎头的片段 他演玛丽苏的一批 就说 我给星宇送星星那段 谁不说 这是一个清爽健全的高情商大男孩 纯纯的小黑子 专盯着不利于元神的部分报道 你就说能办不能办吧 成员看着周福 直接地问道 不是 什么语气啊 这是我的义务吗 周福被弃得够枪 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用这摩大逆不道的语气 不是应该惦记着我的好 然后为之前狭爱的误会 我是传话小宫女而内疚吗 不好 这个人没有道德 我不是这个意思 陈元语气也渐渐和缓 解释道 我只是想说 星宇或许只是想秀恩爱 并没有真正参考你的意见 怎么会呢 我的话在他那里特别有用的 周福完全不相信陈元的拱火 认真道 这个我肯定是相信 就怕星宇这人不厚道吗 不要这样说他 星宇人很诚恳的 也是真心询问我的意见 周福依旧信任星宇 跟自己心交心 没有玩脑筋 并且还强调 这个 我是看得出来 是是是 怎么感觉你 还是不信 不是不信 只是星宇这人 其实逐渐挺大的 这是我跟他相处得出来的经验 陈元自然地解释说 就连我有时候 想左右一下他的想法 都没有用 因为你是男生 不一样啊 或许吧 陈元笑了笑 随意地说道 刚才跟你开玩笑的 你别放在心上 唇口嗨 你不想看星宇白思 周福试探性地问 对此 陈元一副早就看穿的说道 呵呵 他才不会穿呢 那是我没有说 见陈元一脸确信的表情 周福特别有自信地说道 如果是我 不仅是白思 还可以让他在那天 穿小裙子黑皮鞋 他 尤其的较真 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 这个人 直钩钓鱼也上当啊 要不是 我道德水平高 我特模 都想霸凌他了 老实说 如果陈元是单身 且真的有那心 能把这家伙骗到床上 十次 四 不对劲 周福眉头一皱 感觉好像情绪被什么给引导了一下 然后事情朝着自己默想过的方向发展了 吃百奇 针子味的 陈元拿出零食 递给他 哦 谢谢 周福接过 一边吃 一边开始想 怎么才能够不动声色的 让星宇照着自己的想法来 白思 皮鞋 小短裙 结束 回家 夏星宇在洗完澡后 穿上了睡衣 坐在书桌前 白天的事情对他有些激励 导致他的玩心收得很快 哪怕今天才周五 就已经准备进入到学习状态了 半个月之后 有四高联口 这四所高中是海东的top4 出的卷子水平很高 而且还会通过各个学校上一届高考的升学情况 画出一个虚拟的一本线 和各重点高校在海东的分数线 来对应真实的高考 夏星宇也想看看自己的实力 能够去哪一所学校 不过 在他打算学习时 那边正好发来一条微信消息 元宝 我洗完澡了 要一起学吗 夏星宇 好啊 他本以为对方今天会再稍微放纵一下的 毕竟刚秋游结束 但莫想到陈元如此自律 玄机答应 然后 他又站起身 打量了一下自己 其实穿睡衣还好 在外面屁一件毛衣就行了 不会了 但现在的陈元 看到自己就想摸一下 而这睡衣 还是挺显身材的 尤其是胯那里 这样 会不会影响他学习啊 想到这里下 星宇出于不干扰陈元学习尽头的本意 做出一个决定 他 换上了一套干净的校服 穿上白袜子拖鞋 这样 应该就没 那么干扰他了 这时 敲门声响起 夏星宇走过去 给陈元开了门 站在门口的陈元 手里抱着书 穿着长裤 和温暖色系的浅喀色毛衣 还戴着金丝边眼镜 看起来有些过于聪明 也很帅气 身上 还有好闻的沐浴露香味 看样子跟我一样 刚洗完澡 他如果问我 为时摸穿校服 我该怎么答 鱼子好过分 他觉得 我会忍不住摸他钉 所以 直接穿这身圆皮是吧 这家伙 看人还真准 算了 也不要生气 星宇也是好心 当陈元知道了 夏星宇不让瑟瑟的理由 并非是不想瑟瑟 也不是不愿意跟自己色 纯粹是想让他自己 更加专注于学习后 他也就理解一切 实际上 那玩意 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意思 现在陈元对学习的尽头 明显更足 连十一 都认可了七校联考的含金量 那说明半个月后的下一次考试 他考到的位置 就是他实力的水准 虽然月考也排名了 但水题跟好题的区别很大 一张好试卷 顶得上十次拉胯的水题 这也是为实摩 那摩多人 想加入有实力的高中联盟 这次七校里面 最降的两所 就是二中和外校 虽然这俩一直带着水平稍低的几个兄弟 一起考 但也有传言 这俩私下多次申请 加入海东四高联盟 想整一个海东五高 显然 那四天王不愿意分享他们宝贵的教育资源 别看一中跟四中四的厉害 但训练赛 这俩打的是最勤快的 哪怕某一天 四中彻底掀翻一中霸主地位 真要到联考的时候 还是会倾尽所有 认真压题 共同出一张完美的试卷 这就是顶级宗门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所以 等自己考完七中了 再让星宇 整一套干净的四中试卷 再写一遍 狠狠抱那些老灯的金币 想想都有一种黏土人的舒畅感 星宇 你屋里可以吗 陈元目前的英语 已经屌到不行 只需要偶尔背下单词强化 然后多看英文阅读 知道怎么写作文就行了 至于数学 那些天的积累 以及完全吸收了学霸做题的思路 进度条的使用等 也让他有了做难题的习惯 完全不依赖抄子 也能够拿下大多数题 语文呢 抛开语文先不谈 目前自己的礼宗才230 那些真正的强者 哪个不是280 290 其中最重要的物理 满分有110分 现在的成员 才只有70出头 距离优秀 还差得远 生化那两门 倒是还好 尤其是先前用 进度条重点背过的生物 甚至还算是优秀 生物就跟地理一样 都是在综合科目里面 有些风格独特的 地理需要一些 比一般文科多的逻辑 生物需要比一般理科多的记忆 倘若陈元是文科生 那在进度条超能力那一周 他无论怎么样 都不会浪费时间去打篮球 拥有记忆宫殿 对于文科生而言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不过可惜 势力科 那摩用处就稍微小了一些 我的物理还行 夏新宇说完后 又悠悠地补充道 但跟数学一样 属于刚开始能教教你 但没过多久 就会被你完全超过的情况 公主请教题 陈元伸出一只手 格外礼貌道 夏新宇被陈元逗笑 在陈元的手上 装无作样地拍打了一下 表达不平衡的 极度心 然后道 说吧 哪些题 老实说 如果有一个人向你请教学习 而且的确是真的不会 然后 你每教会他一门 他就能够再下次考试 超过你一门 十个人 都会在这个时候生闷气 然后不愿意再教他学习 夏新宇其实也在想 魏石魔这样的天赋是他的 自己那么普通 不过很快的 又会自我说服 是陈元就没关系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为他 做什么都可以 这里 你看我画图 夏新宇认真的在草稿纸上 给陈元分解知识点 并且以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 交给对方 不得不说 他真的太会叫人了 夏新宇强在哪 他不是学神 他是学霸 且是基本功扎实的学霸 所以 作题的思路是 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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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直的叠加 步履稳健 陈元曾经看过十一作题的 再出事 选择题跟填空题 这个逼都不动笔 就在那里干看 然后突然拿起笔天答案 只能说 新宇如果做家教 绝对是最好的家教 当然 虾头男别想着对新宇老师 有任何奇怪的想法 懂了 在听完夏新宇讲解的全过程之后 陈元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并笑着说 我们新宇以后当老师吧 这魔会教 嘿嘿 有想过 夏新宇说到这里 显得有些扭捏 真的吗 陈元问 想过这个工作 也觉得自己能够胜任 而且 当老师 也不需要特别聪明 这点挺适合我 你哪里不聪明料 别妄自菲薄 我的意思是 这种更需要态度和热爱的工作 比起纯粹的研究而言 更适合我 夏新宇就想过 自己在三尺讲台的样子 那好像不是很遥远 那新宇老师 这题又不会了 陈元指着一道昨天的错题 继续请教 来了来了 夏新宇也不抵触这种play 认真的叫题 就这样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多数情况下 都是二人自己做题 而其中三分之一 是陈元向夏新宇 请教物理题 自始至终 夏新宇都保持细心 而陈元 也基本上能够理解 但不得不承认 不开挂的话 进度的确是慢 没办法 只能着重学习了 完全钻研进去 这样的话 提升速度 可能不如数学英语那两门 但至少也会有稳步的提升 毕竟 85%都是基础题 高中的学习里面 做基础题 是不需要天赋的 只靠一样 努力 在认识夏新宇之前 陈元虽然称不上完全墨学 但平心而润 学得非常敷衍潦草 就像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混子 在跟大家一起摆烂的空隙 抽出一点时间针对性加强 然后依靠一些小聪明 让每一次的成绩都稳定在500分左右 而现在 他要来真的了 以十倍之功 重点功课理终基础 十点半了 那今天就学到这里吧 陈元看了眼手机 主动说结束 下课 夏新宇也笑了笑 收拾自己的资料 而在这时 陈元站起身 准备走了 陈元 夏新宇 看着就这样走掉的他 突然叫道 怎么了 陈元不解 那个 夏新宇本以为陈元跟自己 在一起学习的时候 会时不时的 想跟自己亲密一下 还要靠自己提醒 才会专注于学习 毕竟 今天在摩天轮 在鬼屋 在大头贴屋 一直都在亲亲 抱抱 摸摸 现在到了家里 完全没人了 怎么就这么正经了 不是说正经不好 正经当然好 这样学习更专注 只是 只是 嗯 陈元不解鱼子 想干嘛 好奇问道 晚安之前 没问吗 夏新宇看着他 单纯且认真的提醒 我的 忘了 陈元当即道歉 然后笑着低下头 靠了过去 夏新宇笑着抬起头 然后 柔软的嘴唇 轻轻碰了上来 宝贝 早点睡了 陈元清完后抱着书 就打招呼离开了 夏新宇愣了一下 然后把赶紧低下头 抿着张开的嘴唇 点了点头 说 你也是 宝 接着 陈元走了 真 走了 哎 夏新宇 仍然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立马起身 走到镜子面前 认真研究 还是这张脸 莫长丑啊 难道是校服不好看 他没兴趣 可是 我多数时间 都是穿校服的 莫菲是觉得 我让他来学习 还穿校服 对他不尊重 可是我们 只是学习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陈元认识到 认真学习的重要性 暂且就放下了呢 对对对 有这种可能性 而且极大 说理清楚之后 夏新宇换回了睡衣 靠在床上 然后将藏在抽屉里的两只棒针 以及一个支了一半的围巾拿出来 继续赶工 这是要送给陈元的 那天给他收拾房间 并没有看到围巾 而天气越来越冷 他也需要一条 所以 每天他都拿睡前的十五分钟制围巾 今天同样如此 魏帝是 在他那十分加上的时候 与表白的话语一起送给对方 那一天 他也要打扮得漂亮 漂亮 想到这里 再结合陈元刚才对自己的 温柔 态度 夏新宇之围巾的手越来越抖 最后 他拿出手机找到了周福的微信 噼里啪啦的一顿打字 完蛋浮浮 我对陈元没吸引力了 第225章 陈元 你不尊重我 好险 今天于子提醒我 晚安稳的时候 差点就开始狠狠地啃了 还好后面理性战胜了感性 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啄了一口 没有进行后续的法式搅拌 这一下子 于子应该会认为我是一个 尊重他的好男人了吧 想到夏新宇会因为自己的矜持 而颇为钦佩和欣慰 陈元便感到得意 躺在床上 他打开手机 批判性地刷了几个烧机 积极向上 不行 互联网在心骚扰我 再绑架我的会跟 这样下去 迟早会让我记起来 还有个女朋友 可以适当性冲动 打几把游戏吧 那种事情 只要不看 基本上就不会想 而游戏 就是最好的分心手段 有时候打红温了 甚至连游戏本身都能戒了 什么 我在玩什么 哦 这是一款不打钱 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名字的二次元手游 就在这时 周福的一条消息弹了过来 陈元好奇地点进去后 作证了身体 周福 妥了 陈元 什么妥了 周福 叫妈妈 不是 我凭什么要叫你妈妈 我有妈妈 互联网任妈 你把我比做什么人了 周福 那我跟他说穿校服了 陈元 你 周福 什么东西 陈元 自己百度翻译去 周福 哈哈哈哈 周福 可以可以 好桑好桑 奸校 陈元 到底是啥呢 别迷语人啊 周福 你别管 反正我搞定了 你发得带你喜好的视频 或者照片给我 陈元 不是 嫩牛 还可以指定他穿啥 你到底对新语使了什么手段 呜呜 我的新语被夫子吊叫了 被牛了 呜呜 周福 秘密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 这家伙 果然是掌握了什么核心科技 或者说拥有一些非常高超的普尔手段 把鱼子玩弄于鼓掌之中 不是 他那种被自己随便骗的脑子 怎么就能够天克星语 这样岂不是显得星语比他玄弱机啊 有点不能接受 陈元印象中的星语 一直都有一个属性 冰雪聪明 周福 怎么样 我厉害吗 屌屌屌 陈元刚准备发送 然后又把这几个字删除 有鱼子就不能在别的女生面前开黄枪了 陈元 吊吊吊 周福 你把需求发给我吧 就是那种 你希望下星语的样子 看到之后 都会喷喷喷心跳的 行 我先征求一下大家意见 可以发在这里 当然 发了也没用 我的心语我做主 陈元 白丝 短裙 长毛衣 然后 毛衣刚好盖到短裙的白褶下背上面 一点点 能看得出来 穿了裙子 但又不那么明显 周福 好色呀 你 陈元 谢谢 何时 周福 交给我嘞 就这样 跟福子提完要求后 陈元身体后 靠在床头 双手交叉的 拖着后脑勺 然后想象中下星语 那样一副姿态 在面前跟自己说 宝 最喜欢你了 得长颈 等一下 忘了件重要事情 陈元 对了 打底裤没叮嘱 周福 啊 真要细致到这种程度 周福 行吧行吧 说吧 什么样的打底裤 陈元 不要 周福 变态啊你 第二天早上 陈元醒来 然后 睁开眼就看到了 夏星语 坐在自己床边 而且是正面 仅仅是迷迷糊糊的几眼 对方就已然回归了 人类最本质的状态 不行 唐哥要来了 眨拌了一下眼睛后 陈元摸向眼镜 而这时 夏星语主动把床边的眼镜 拿了起来 笑着给陈元戴上了 他的衣服 也终于穿上了 鱼子啊 早啊 迷迷邓邓的陈元 打了个哈欠 主动打招呼 鱼子 夏星语愣了一下 对这个奇怪的称呼 感到有些微妙 然后 下一秒 鱼子就走到了陈元跟前 在床边疯狂舔噬他的手背 哦 叫狗啊 怪不得 就说嘛 我是夏星语 他平时都是叫我 星语星宝 或者再逆歪一点 叫宝贝的 鱼子这种怪怪的 还有一点轻蔑的昵称 显然说的不是我 醒了呀 吃什么东西 我给你做 夏星语笑着问 陈元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穿得特好看 白色针织衫 搭配修身脏青色牛仔裤的夏星语 脑子一抽 脱口出 怎么对我这么好 而这一句 明显就是脑子不好 或者说睡昏头了 才说的屁话 一下子就把夏星语 激到了 当即 他就扁着嘴反问 什么嘛 我不是经常给你做早餐吗 怎么就对你这膜好 我以前对你不好吗 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陈元那样说的 确是 有点莫良心 所以连忙的辩解到 第一次这膜 早就叫我起床 我牙都莫刷 好意外啊 的确 这是第一次 陈元还在床上刚醒 夏星语就来叫他 相比起以前是有一些 殷勤 而这 是有原因的 陈元昨天 只是轻轻地亲了他一嘴 然后 也没有报 学习的却是要专注 不能够沉溺于恋爱的甜蜜 但都学完了 奖励自己一下也行啊 他先前在欢乐谷的时候是说了 在功课做完之前 不要动手动脚 但这句话的前台词 不就是 做完就可以动手动脚了呀 那你觉得 是什么原因呢 夏星语双手撑在床上 身体前倾 盯着他的眼睛 有些故意勾人的温柔道 他穿的白色针织衫 味道香香的 有一种纯洁优雅的感觉 而身前的轮廓 虽然不微恶 但也有些青涩的起伏 隐隐可恶 老实说 星语真是一个干净的美人 是那样的赏心悦目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真的按照周福所说的 有一些些变态 他总想看点鱼子的反差时刻 然后狠狠地亲嘴巴 捏脸蛋 咬脖子 完蛋 丧失并发作了 因为 看着夏星语 如此近在咫尺的嘴唇 陈元在犹豫片刻后 选择起身 穿着拖鞋 一日之际在于晨 你想让我早点起床 不赖床 懂了 你根本就不懂 夏星语以为陈元会亲他 都做好准备了 但他突然错开脸 直接就走去洗手间了 我真的 那磨没吸引力吗 亲一下 都不响了吗 刚才那个姿势 还真的适合来一个萌萌的早餐文 但陈元还没刷牙 所以就克制住了 然后 站在洗手台前刷牙 夏星语说得好啊 我日之际在于晨 不对 这好像不是他说的 不过 道理是那个道理 早起的话 吃完早餐后 直接开始学习 可以一直学很久很久 懂了 于子是来监督自己 成为柚子王的 我全懂了 而穿的这模漂亮 也是在考验自己 能不能够精受住诱惑 笑死 哪个小干不经不起这样诱惑 刷完牙后 陈元洗了把脸 从洗手间出来 然后就看到夏星语在那里 一脸寡淡的下面条 动作是那般的 没有激情 就像是一个下面条的机器 不对 你不问我 早上吃什么 可以让我选的吗 我想吃你拿手的葱油面 不想吃水煮鸡蛋面啊 算了 他现在的情绪有点低落 还是不要惹他了 没有像大爷一样的点餐 陈元就这样看着他下碗面条 然后主动拿了两个碗 两个人添碗面条 在小桌板上吃完后 又一起去洗碗 期间是正常的聊天 但夏星语明嫌有些心不在焉 听个心语吧 这家伙 有话直说的人道 最近贯彻的不是很彻底了 于是 陈元开启了聆听心声 难道 真的要穿白丝和短裙吗 看样子 我这一身 他不是很满意 哦 是在想表白时的皮肤啊 白丝短裙固然不错 但现在这样子 也很让人有心语啊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等一下 是想出门吗 陈元笑着搭话道 那除了漂亮 还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夏星语嬉戏一笑 心情好了一些 想法就是 能不能坐我大腿上 但这个想法 颇位瞎头 于是 他继续笑着说道 想法就是 等一下一起出去买个菜 然后回来的时候 买点好吃的零食 心语是个美食家 用吃的吊他吧 菜还有一些 不着急 然后 还有呢 夏星语 眨巴着眼睛 继续问 不是 这鱼子到底想干嘛呀 继续倾听 不是 快倾我呀 早安稳都没有 抱一抱啊 从昨天到现在 一次都没有抱 你想拍 也不是不可以吗 完整地听完这一大段后 陈渊终于明白了 一向是装作正经矜持的鱼子 其实这抹渴望嘛 噗 把爷都给整笑了 不行 笑死了 我不会 真的对他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吧 冷淡期 来得也太快了吧 真是坏男人啊 不对女朋友动手的坏男人 继续看着下心语期待 又略有不悦的表情 陈渊真的要笑拥了 敢请你任凭周福摆布 是觉得我对你已经腻了 哎女人 真是的 一直动手动脚 不行 一下都不动手动脚 也不行 那你要我怎么办 难道 动一下停一下 有了 星语 你坐床上吧 陈渊突然说 下星语听到这个 脸颊刷得一红 然后 缓缓地坐到了床尾 有些紧张地看着陈渊 虽害怕 但也有些期待 要不躺着吧 陈渊轻描淡写地说 下星语脸更红了 身体也不自在 但还是 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把鞋脱掉 缓缓地往床里坐 是抱抱吗 在床上的话 感觉有些奇怪 但也没有很奇怪 因为又不做什么别的 轻轻咬了咬嘴唇 下星语缓缓地 躺在了陈渊的床上 乌黑的长发 散开 脸颊像是喝酒一样 但出迷人的飞红 宽松的针织衫 因为躺下的动作 右肩微微下落 露出天蓝色的细带 修身的牛仔裤 姜苗条 但也并非完全没肉的 匀称双腿曲线勾勒 粉色的短袜搭在床面 双膝微微弯曲 此刻的星语 魅力四射 而那羞羞搭的样子 更是让人想要破坏的冲动 有如蛮王开意 一发不可收拾 那你在我房间躺一会儿 我把还没默写的英语单词 默完就找你玩啊 陈渊打了个OK的手势 清爽地笑着说 肉眼可见的 夏星语脸色一沉 此刻 他已经什么都不想说了 算了 百拉图式的爱情吧 彼此都高尚一点 不要想那些有的默的 哦 特别明显的敷衍一硬 夏星语就这样躺在床上 玩起了手机 抬起手时 针织山下碑被轻轻带动 牛仔裤的拉链上面 纤细腰枝微微露出 还能够看到两条浅浅的马甲线 鱼子这身材可以的 不过 他现在应该已经摆烂了 彻底放弃了 对自己的魅惑 对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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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然后 他打开了微信小程序 开始玩起了欢乐斗地主 哪怕是有些不爽 还是把音量渐渐关掉 免得打扰自己墨丹词 这时 陈元突然单膝跪在床上 朝着夏星语的脸蛋伸去手 这下子 夏星语来劲了 敏卓嘚 羞涩地笑 并将正在斗地主的手机 放在一边 等待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我拿个手机 计时 然后 陈元拿走了放在星语耳边 自己的手机 这下子 他彻底忍不了了 喂 啊 我不叫喂 我叫陈元 陈元还抖着机灵 而夏星语则是 完全生气了 躺在床上的他 红灼脸盯着陈元 叫真的说道 陈元 你不尊重我 我哪里不尊重你了 陈元一脸不解 但其实 已经要笑风了 这种 为什么这么好玩啊 新生是这样用的吗 还真能这样用 就是 就是不尊重我 夏星语皱着眉头 一脸 陈元大笨蛋 得生讨 这个时候 把真实所想说出来 也太丢人了 他是绝对不会承认 他因为陈元的冷淡而焦虑 都快要掉小珍珠了 而陈元 则是依旧不解地露出茫然表情 我想尊重你 我该怎么样呢 躺在床上 脸颊潮红的夏星语 轻咬了下嘴唇 注视助陈元 缓缓地 抬起了两只手 委屈巴巴道 抱我妈 第226章 新的超能力 夏星语觉得很没有面子 陈元觉得很有面子 根据相对论 说明陈元相比起夏星语 有两倍的面子 结论 两面陈元 妈的 我什么时候看到这个逼梗 不会笑啊 不过此刻 作为东南男人 除了面子 更多的 当然是一种被诬陷满足的快乐 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陈元也没有继续迫害星语 伸出手 握住了夏星语的手 看着这个可爱到抱的女孩 她笑着问道 真可以啊 你绝对 夏星语也不傻 她跟周福的区别在于 她的脑子会越想越清楚 所以此刻 看着陈元 她当即便笃定地吐槽道 是故意的 她没有那摩低的情商 而且她 更不会那摩证人君子 真相只有一个 她觉得逗我玩特别有意思 一点意思都没有 真的 脸红柱看着陈元 夏星语非常较真 恨不得这个时候 跟她好好说道说道 这样欺负女朋友 是不对的 她也是会生气的 但看陈元一只膝盖抵到床上 一只手压在自己的腰旁 她的一些气氛 也渐渐被羞涩所代替 心跳 也开始喷喷的 是那般的紧张 我 我要做什么 她有些茫然 有些期待 而这时 陈元的双腿 已然虚压在自己身上 重量没有施加上来 却感觉那般的亲密 然后 她的双手也像是壁咚一样 放在自己脸旁 徐徐低下头 在四目相对 彼此凝望的时候 她停了下来 夏星语嫣然一笑 主动抬起头 啄了上去 把对方的嘴唇润湿 接着 双手勾着她的脖子 一次 又一次的品尝 脸上的笑容 也愈发甜蜜 我说要认真学习 不能够在功课 没有完成之前胡闹 看着陈元 夏星语提起那段对话 接着认真解释道 但没有说 就完全不胡闹啊 不能动手动脚 不等于永远不能动手动脚 那我该怎么知道呢 陈元也 正经地问道 有时候碰你一下 你也不愿意啊 不知道 夏星语摇了摇头 坦率回答 而后 又笑着小声说道 但现在 可以 同时 穿着粉色小袜子的小脚 轻轻地蹭了 蹭陈元的腿 接着 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如果是别人 这个时候 就已经大丢特丢了 但这两个人 都是属于是特别能自控的类型 无非就是一些 饱含着浓烈爱意的轻轻抱抱 我们星语 为什么这么好看啊 两个人都躺在床上的时候 侧看住夏星语 陈元感叹地说道 你这句话说过好多次 夏星语已然免疫 不再害羞 相反还觉得有趣的搭话 不知道 哎 你们星语一直都是这样的 从小就好看到大吗 陈元问 是这样的呢 那我真是太幸福了 我以前一直都想找个好看的女朋友 没想到目标就这样达成了 而且 真没想到会这么好看 过了过了 夏星语也是有羞耻心的 夸到这重份上 当然不能够再舔着脸承认 不然 那就是自恋了 凑近一下 我跟你讲个秘密 陈元小声说 嗯嗯 夏星语靠了过去 特别配合 并且侧耳倾听 然后 一股湿润便将她的耳朵包裹 尤其是耳垂 更是完全被吃下去 甚至 还在持续咀嚼 好痒啊 不吗 哈哈 夏星语虽然在求饶 但也没有多么强硬地挣扎 大概十几秒过去之后 陈元把咬耳朵的悄悄话说完了 然后问 对吧 是啊是啊 夏星语也忍不住笑地陪她演了起来 点了点头 棒毒地说道 真是一个惊人的秘密 没想到还有这种事情了 来 再听一个秘密了 还是不了吧 为啥 不感兴趣了吗 怕痒 夏星语捂着自己的耳朵 笑得跟着小男孩一样大大咧咧 两个人就这样 仗住在小房间里 没摄像头 莫人知道 可静地腻歪着 直到在旁边蹲着 一直觉得人类型为奇怪的鱼子 哼急地叫了一声 望 她旁扶在说 就这 都快叠在一起 就这 夏星语缓缓坐起身 整了整头发 在这时 陈元也坐起身 不过 是完全嵌在夏星语后面坐着 双腿将她的腿盘着 并将下巴搭在她的肩膀上 轻轻嗅着 发丝与后颈的清香 特别宁静安详 夏星语也不抵触 就这样靠在她怀里 拿出手机 把欢乐斗地主的地宝领王 开了一把天地赖子菊 然后 陈元直接给她点了个叫地主 梅尔莫王还只有两个赖子 这怎么要啊 听我的 再强 一 又来了一个赖子 三个赖子 还有两个三代 看起来还可以 但都好小 名牌 啊 魏石魔要名牌 还超级加倍 我没看懂这个牌 怎么就能名牌打 正当夏星语困惑之时 陈元直接将所有牌 全部用指幅掠过 然后点击出牌 45678的飞机 带五张单牌 春天 春天了 刚才还质疑 再质疑 还差点红温的夏星语 看到20张牌 直接飞完 4000多的保底 一下子就变成8000多欢乐斗后 当场就笑嘻了 你好聪明啊 这牌我都要看半天才明白 天生赌博胜手是这样的 对此 陈元只是淡淡的装逼道 人前险胜 哪有叫星语 打扑克有意思啊 而且 这个抱住夏星语的视角 可以从白色针织山的领口看进去 寿靴分明的锁谷之下 是雪山上覆盖住的来莲花 在不高的两山峰交汇之处 那谷中小落 也颇位拥挤 透视的却是牛 什么都可以看到 但卫石魔 反倒是这种时候 更加让人感到愉悦呢 这就是若隐若仙大法吗 真好啊 怎么不叫地主 有大王 剑下星语愣了一下 不叫地主 陈元提醒到 而他 则是徐徐转过头 看着陈元的脸 然后低下头 往下看了看 最后 才抬起头 脸红得不行 被他这样看后 陈元的脸 也红了 一切 尽在两个人的不言中 夏星语 缓缓把头转了回去 低下头 手里的欢乐斗地主 又被地主赢下 连带着队友一起输掉 八千斗瞬间清空 你永远都不知道 跟你合作的农民托管的原因 陈元因为刚才的变动 打算稍稍跟他拉开一些距离 没办法 手机顶着也不舒服 而夏星语 则是用手抓着他的手 微微摇了摇头 表示并不在意 这个姿势 继续维持也莫逝 就这样 在尴尬一会儿之后 夏星语小声地问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也是很有魅力 这是最直观的认证了 陈元虽然有点难为情 但还是把这种批话说出来了 那就好 夏星语安心了 尴尬地笑着说道 还以为 我对你已经没有吸引力呢 想什么呢 笨蛋 有句押韵的小燕雨说得好 落叶捎来讯息 星语天下第一 所有人 都比不上星语 对星语起的星语 那才是真星语 感觉 我可以这样待一辈子 靠在你怀里 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聊 夏星语 真是这魔想的 哪怕一辈子 都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一直 都在这小小的出租房 我也是 也不管手机手困的 陈元搂住夏星语 安逸地说道 二人 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 然后 夏星语主动提起 充电充满了吗 充满了 尤其有干劲 那学习吧 好好的学 那就拜托了 请教我屋里吧 星语老师 嗯 开干 夏星语元气满满的起身 下了床 双脚放进在鞋里 然后弯下腰 细着鞋带 就这样 再盘着腿 坐在床上的 陈元面前 夏星语背对住自己 弯腰的瞬间 勾勒曲线的 藏青色 修身牛仔裤 将恰到好处 而且看起来 就旺仔 QQ堂般的轮廓凸显 陈元脸红的侧过头 然后伸出手 而这时 夏星语恰好站起身 就这样 自然的接触 他愣了一下 伴随着一股掌心的力度 他身体一紧 然后 身体不动 只是头微微向后侧 此时纯情的少年狼 明明动作大胆的很 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把头歪到一边 手 韩旋在那里 就是不放 对此 夏星语弱弱地问道 开心吗 陈元声音同样不大的回答 开心 哦 这样啊 谢谢 不 不客气的 这个周末 陈元努力地专攻了物理 让技术 指的是教学技术 相当厉害的星语 重新给他 梳理了一边物理学 虽然星语这个弊妹魔太有人 但陈元对于学习的渴望 同样高涨 只需要在这魔来一周 陈元觉得 以前落下的知识点 就能够全部补回来了 在周天 他们还去了老莫家里吃饭 受到了师娘的热情款待 期间 小豆豆多次要求陈元跟小白败爸子 都被老莫笑着拒绝 最后是师娘笑着 拿着戒指出来 小豆豆才断了这个 一直在他心中特别重要的念头 师娘的厨艺很好 吃得很好 他还高度赞扬了心语 吃完饭帮洗碗的行为 那两个女人 相处得特别愉快 还合照了 然后 右眼变成了五个人 加上一条小白 集体的合照 在离开的时候 老莫送给了他一本 出入职场时写的数学教案 他一直保留到现在 据他说 这浓缩了高中三年全部的知识点 最后 老木又送两个人 回了阳光社区的公寓 周末 就这样的结束 总结下来 没用透视干啥大事 从头到尾都在透心语 陈元 也将告别第一周的超级透视 一日 闹钟响起 醒来 陈元 用手去关手机的闹钟 在触碰的一瞬间 他的脑海中 出现了无数的画面 就像是一卷巨大的胶片 在徐徐地展开 转动 然后 他把手从手机上离开 脑海中的胶片 就这样消失了 新超子 陈元一下子清醒 十分笃定 这种感觉是新超子 那么 刚才是代表着什么呢 这样想的时候 他再去触碰手机 脑海中的长画幅影像 又出现了 倒不是精神余染 也不会让人头疼欲裂 画面也不凡乱 因为 它十分有序 就像是 监控画面一样 带着这样的想法 陈元想看最近一点的监控 而在选定之后 昨晚自己把手机关上 放在枕头旁边的画面 出现在了眼前 再触碰 再选定 然后是自己 在厕所蹲坑完 手机的画面 他发现了 这是这台手机的 过往记忆 纳摩 这是不是意味着 自己手接触到的东西 都能够看到关于 他 得历史 这踏马 又想让劳资当警察了是吧 的确 这个能力太屌了 只要让自己碰一下 杀人用的凶器 纳摩凶手跑到天涯海角都没用 你杀人的瞬间 我看到了 有意思 有意思 想到这里 陈元开始了更多的试探 果然 正如同他所想 每个东西 被自己使用过的所有记忆 都会在脑海中呈现 然后选定之后 在眼前播放 想要看大概多久以前的 凭借意念选定便可 甚至说 拿着一条毛巾 就可以把自己洗澡的录像调出来 OK 去新宇房间帮忙收内衣了 这时 陈元将视线徐徐转向一个垃圾楼 看向里面一坨跟饭团似的 一层一层的纸巾团 然后 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拿 你妈的 陈元刚一经手 就把纸团砸回了垃圾楼里 哪个瞎头懒在我房间盗馆 适风日下 适风日下 大直指小原理之后 陈元不再尝试 穿好校服后 便去收拾书桌 而当他的手 触碰到老墨送给他的手写交案的某一面时 突然 画面不经过选定 直接出现 是老墨 坐在桌前 再写这一面叫暗时的场景 对了 这些字体是老墨写的 所以 有他被创造时的记忆 那是不是意味着 只要是真记 陈元触摸过后 就能够看到千年以前的古人 第227章 超能力攻略房东太太 哦 陈元想到了 关于这个超能力的好多用法 但却在正觉得有趣的时候 一股遗憾袭来 倘若夏星宇也能够短暂的 获得这种能力 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可以通过遗物 看到他的爸爸妈妈 只能说 拥有超能力 是孤独的 超子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 但可惜的是 是单机 只能够一个人玩 甚至没办法安利 小茶倒是知道自己在玩 但他知道的也有限 要是 有一些能够让鱼子快乐的超子 那还挺好 陈元现在的 却是有些过于的恋爱脑了 毕竟于他而言 这个世界上快乐的事情 已经没有多少了 因为当你看见过未来 看见过死亡 看见了世间万物 都拥有一个必然的进度条 那么 无论什么有趣的事情 都无法再让你为之真心动容 直到 陈元用手摸到大爷日 长锻炼的树上绑住的垫子 然后看到在摸人的时候 鱼子竟偷偷插着腿在上面尿尿 然后 情不自禁地发出由衷的 嘿嘿 笑死 那大爷天天对着树练弓 还不知道 这是我家狗子尿垫呢 哈哈 等等 看了电 再看着自己的手心 陈元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不是 我笑急冒呢 竞赛的成绩是今天出吧 夏新宇好奇地问 不知道 反正说的是这周 陈元回答道 如果有消息 老莫应该会第一个告诉我 也是 如果今天早上就能公布的话 那就说明 昨天已经出了 但我们在老莫老师家吃饭 他都没聊这事 那说明 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 想到这里 夏新宇都有些紧张 同时 又忍不住期待起来 笑着说道 要是张建军知道了你的分数 而且真的很高 他说不定还想着让我好好拖你后腿 为十一排除对手呢 但谁又知道 新宇是来助我修位的呢 陈元觉得张建军知晓一切后 可能会气个半死 四宗内门少女 被十一宗杂役弟子攻略 不仅与其约会 使其娇羞 夺其初吻 还以新宇为卢顶 提升修位 功法大增 那四宗宗主 定会惊恶地怒道 十一宗 真乃魔宗 外面传谣 我们十一宗没有道的观念 魏达木帝无所不用其极 我来澄清一下 哎 还真是 从弟子到长老到门派宗主 都是一个德行 等到你学好了 到时候再教我 夏新宇也相当有上进心地说道 我的成绩 好久都没有什么大的提升了 你教得好 说不定我也能小小爆发一下 考去你的学校 哪怕专业较差 怎么是悲观主义战士 陈元拍了拍夏新宇的肩膀 鼓励道 现在剩下的时间还很多 我们星宇又努力 全校前摆不是问题的 你们星宇 就算努力到全校前摆 也拿不到柚子了 夏新宇笑住道 聊到这里 陈元才一时道 此刻跟十一的差距 真的不是一星半点 哪怕从十一宗前摆 进不到四宗前摆 中间 还隔了一条银河 妈的 再不展VS与之波带土是吧 不过再不展跟卡卡西五五开 带土跟卡卡西五五开 我说不定还真能跟十一过计招 就在二人散不出院子的时候 一辆红色野马停了下来 打开门 是一个穿着红色泥子大褂 神筒靴 四十来岁的朝阿姨 见到陈元跟夏新宇后 他当即就乐了 笑住道 你俩终于认识了 这一句话 把二人都整得有些含蓄 她是房东大爷的女儿 之前给二人租房的 就是她 不过人经常在国外漂 很少回国 上一次线 还是高一的时候 我就说嘛 邻居住个小美女 咋可能不去搭讪 阿姨笑了 看着陈元 露出 你小子还行 的认可眼神 确实是忍了一年莫忍住 陈元点头承认 然后 夏新宇就轻轻扯了扯她的衣服 意思是 讨厌了 别开玩笑 那你俩 还是租两间了 房东太太确认地问道 这一问 直接把夏新宇整红了 连忙回答道 嗯 两间 还是租两间 我还想着我别处还有房源 给你们整个价钱 加起来差不太多的两室一厅呢 听到这个 两个人明显就心动了 其中小男孩 已经想开口问了 女生也好期待 但又不太敢的样子 这就是年轻的男孩女孩啊 还住在了对门 怎么可能不发生故事呢 只能说 他俩要是成 我百分百功劳 当然 他俩要是掰 我无责任 对了 看到二人 阿姨突然想到些什么 开口道 你俩是不是在养狗啊 公寓是不能 姐你这车好漂亮啊 陈渊连忙夸赞道 听到这个 而且 还是被小帅哥叫 姐 房东太太 一下子就喜笑颜开 介绍道 我新买的小玩具 时表两万公里 才只要二十万 值吧 时表两万公里 只要这个价格 那还真的挺会买的 陈渊搭查道 是呢 房东太太掩着嘴 笑着说道 我一个高中同学借 少给我的人 挺老实的 见到我说 呀 姐姐欠你漂亮 直接给你少两万 和和和 高中同学介绍的 直接少两万 哦 那是已经买了吗 陈渊问 得了点什么 把余子的话题给掠过去 毕竟公寓先前就说了 不能够养狗 人家也没有临时加码 至于为了余子 取悦房东太太 还出麦色相 那就没必要了 我第一次 还是想给星宇 第二次呢 全给星宇 要好好收下哦 余宝 还没呢 我说我试驾一圈 觉得莫问题 就可以交钱了 房东太太说道 原车原期 而且 发动机舱我都看过 干净得很 一眼就看出来是好车 那个高中同学 以前跟我关系贼好 我经常请他吃东西 他给我介绍这模靠谱的人 说明没白处 陈渊笑住硬住 然后点了点头 用手搭在车门之上 然后 关于这台车的历史 渐渐在脑海中浮现 从出场到此刻 所有的记忆 其中比较深刻的 会尤其显眼 比如第一次刮蹭 第一次撞树 第一次泡水 等等 怎么还泡水了呢 陈渊选取了这段记忆 于是 就看到在一条被淹没了半米多高的十字路口大街上 这辆车就这样浸泡在浑浊的黄色积水里面 对了 小陈 这个公寓啊 德区是不能够养狗的 我也不是说针对你啊 姐啊 陈渊转头看着房东太太 并非是出卖色相的撒娇 而是相当认真地说道 这辆车 找二手车机构建订过墨 墨呀 我高中同学说这样就是白白浪费钱 完全没必要 陈渊把手挪开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二就是搭二手车的 我在他那里待过几天 他跟我说 有些车看着心 卖得便宜 很有可能就是泡水车 哎 陈渊还有这方面特长呢 一旁的夏新宇都有些意外 刚才他还在担心鱼子的处置办法 现在则是被陈渊这儿有悬念的说法 勾起了兴趣 你说这是泡水车 房东太太一脸不可思议 然后摆了摆手 笑着说 不可能啊 我当时跟他可铁了 两个人经常一起逃课买吃的 他不可能骗我的 他应该是不可能骗你 但车贩子 就不好说了 用手拍了拍车盖 陈渊非常笃定地说道 这应该就是泡水车 翻新的痕迹很明显 我在夏威 我在我二舅那里的时候 他跟我还讲过区分方法的 真的啊 房东太太不确幸地问 反正还没交易 还可以再试着砍砍架吗 陈渊叫道 这样 你跟他说你朋友说这是泡水车 还问你这是哪个车行卖的 这样倒是莫问题 房东点了点头 把锅甩给朋友之后 哪怕冤枉了 责任也不在自己身上 对吧 是的 我找他去了 说完 他就坐上了车 把红色野马开走 你这样是为了转移狗狗的话题吗 如果车没有问题 他不会更有意见吗 夏新宇担忧地问 我感觉车是有问题的 陈渊说 为啥念 夏新宇好奇地问 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的朋友 人傻钱多 对车一点都不开窍的房东太太 你觉得这个组合在一起 怎么样 是有一众骗局跟冤大头的感觉 夏新宇也觉得 从见定势浪费钱那里开始 就有点怪了 给人一种不靠谱的 想圈钱的 欺负女人的感觉 真要有问题 雨子就保住了 但愿是这样的 走吧 去早餐了 陈渊笑了笑 没有太着急 就这样带着夏新宇 去公交车站的路上 房东太太不追究雨子是必然的 因为她还是一个挺讲究的人 而她撕逼成功 也是必然的 就凭借陈渊教她的那句 你们是哪个车行 就能够让她吓得给房东太太转账 如果要是再拿个手机拍的话 不行 就算真的有问题 她把车开回去 就说不卖了 得留点证据 房东太太在思索之后 决定把手机拿出来拍视频 录音虽然也行 但还是没有短视频传播的速度快 威力大 不过这小孩子 真的懂车吗 连我车机盖都没打开看过 就能断定泡水 不会是想把养狗的事情 糊弄过去吧 但这事也糊弄不过去 毕竟先前就说了 公寓不能养狗 猫可以 就这样 她把车开了几百米后 到了路边的辅道停下来 而这时 一个小个子 大概比自己小七八岁的平头男人 过来给她开门 不过见她拿着手机对着自己 一下子就警惕起来 用手摸着下巴 微微规避开摄像头 说道 姐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把手续 你这车咋回事 摸问题吧 房东太太 一边把手机放在身前 一边质疑道 肯定摸问题啊 都是熟人 我肯定把最好的车员给你拉减 那我朋友 咋说你这车是泡水车 房东太太严肃地问 这三个字一出来 男人肉眼可见的慌了 不是 她不跟我说 这同学是有钱大冤重 很好骗的吗 咋还留了心眼 找人问啊 糟 咋可能是泡水车啊 我不是代姐你看过吗 鸡盖里面干净得很 如果是泡水车 里面是要有杀石沉积的 这个很好分辨的 不行 我们再打开 我朋友说了 你这车泡水痕迹很明显 房东太太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她感觉对方突然有点慌张 你朋友是干嘛的 她还能比我懂 男人急了 连姐的称呼也不用了 直接反问道 我 朋友 就是个高中生 哪也可能比卖车的懂 但直接说出来 估计她不认账 那就虚张声试一下吧 房东太太脸不红心不跳 认真的说 她当二手车的呀 完蛋 妈的 遇到恶心人的同层了 怎么有这种恶心的人 看着别人赚钱眼红 来记吧 捣乱是吧 行吧 既然就没想买 那我也不卖了 平头男不屑地哼吃了一声 阴阳怪气道 车有没有问题都清楚 不就是想再压下价吗 我差你这几个钱 来 我还真跟你杠上了 房东太太被这话听怒了 下了车 一巴掌拍在机盖上 我们找人来鉴定 到底是不是泡水车 如果不是 我家两万给你买了 如果是你怎么说 平头男一愣 犹豫了数秒 而这停顿 则是让房东太太 一下子发现端倪 当场识破 既然觉得莫问铁 又不敢鉴定 你是什么意思 这个钱不想赚 我就是不想卖给你这众人 要不是看在我朋友的面子上 我 那就报警 来啊 房东太太 直接拿着手机 对住对方拍 并且凭借着记忆 精准说出自己记忆中 对方车行的名字 下海 B 车行 高价卖给我泡水车 现在被我发现了 想把车开走 唉 不能录 怎么 你想抢我手机 来来 看看这人的嘴脸 下海 B 车行 看清这个人 二手车坑人事件 比比皆是 基本上每一个二手车行 都干过这种缺德事 但被爆出来后 还上了热搜的 那个车行就得消失了 或者改个名 绘图转生 互联网恶评对 二手车生意 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不言而喻 而这个女的 因为她是一个女的 手机也抢不了 如果现在赖在这里 等专业人士来了 她真就完蛋了 姐姐 对不起 男人突然挤出笑脸 双手合十 虔诚地说 这是咱们算了 这车你看不上 我再给别的车你 最大优惠 亏本卖 这是一旦实锤 那就是单方面的 起脸输出了 尤其是对方 拿住的那个手机 是真的要命 不是 小仙女 老仙女买车 不就是看到牌子跟颜色吗 怎么还研究 起泡水车了 妈个B的 好恶心啊 哼 怎么私聊 做梦吧你 敢骗我 房东太太生气了 熟练地把这段录像 剪取最精华的一段 整上一个被十几年朋友坑的买泡水车 得炸裂标题 当场就发了 然后 还熟练地买七斗家 姐姐 得饶人处且饶人 平头难及了 都快要央求地给她跪下 一脸可怜相地说 都是讨生活的 不容易 谁讨生活 我有的是钱 我不要你的赔钱 谁恶心我 我让谁不好过 姐 我真的错了 你就大人有大量 错完了 敢骗我 臭流氓 消费欺诈 在这个时代 容不得狡辩 因为社会现状如此 消费者都深受其害 一旦有这种新闻 就会跟受害者一起共情 而后愤怒 事件的发酵是必然 谁赢谁输 一目了然 所以 现在谁越急 谁就越心虚 正准备去早餐店的二人 恰好经过他们旁边 停下脚步 看了一会儿后 还是陈云开口道 走吧 星雨 吃早餐去了 哦 好的 夏星雨点了点头 不过还是很在意 一直往那边看 从房东太太 跟车贩子现在的气场对比 她发现陈云真的猜对了 那二手车贩子 得确是骗了房东太太 这一下子 小雨也应该保住了吧 两个人就这样去早餐店 正准备在前台点餐的时候 房东太太突然过来 把二人吓了一跳 而她 则是一脸笑一道 神了 真让你看出来了 就是泡水车 差点被那流氓骗了 那 那现在走开 不合适吧 陈云不解道 没有 房东太太得意地拿出一串钥匙 道 我把钥匙拿了 车她开不走 等下警察就过来 我有录像 还有微信聊天记录 她跟她的车行都完蛋了 讲真的 女人在报复的时候 行动力 真是惊人的强 而在上当的时候 也真是果断 老同学的朋友都敢信 而且 连泡没泡水都不知道咽一下 不过也正是因为 她有前人傻的大冤重性格 才会遭到老同学骗吧 你拿人家当家人 人家拿你当大佐 两份牛犊粉 加蛋加肠 两杯豆浆 房东太太向服务员点餐 而后笑盈盈地看着二人说 请你们的哈 啊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吧 夏星宇有些难未清地开口道 莫是 如果真让那小子骗到 钱都是小事 把我人气到 那多少钱都解决不了了 房东太太说着 还朝着陈云认可地看了看 捏了捏她的胳膊 小伙子真可靠啊 不是 你当着鱼子的面 开我油 正当陈云有些紧张的时候 夏星宇面对房东太太 弱弱地抱住了陈云的胳膊 虽然不满 但毕竟租人家房子 也不好说什么 真是 刚才那个动作 明显就是占便宜啊 对了 年前有个大学生要退租 也是在公寓附近的老破小 两室一厅 我租给她两千五 你们要的话 我一千八给你留着吧 能养狗 房东阿姨热情地说道 这一番话说完 两个人面面相去 下海 两室一厅 一千八 哪怕是郊区的老破小 这个价格也实惠到惊人 就算是两千五 也有一大帮人租 也就是说 她随口一句话 免去了一年八千的房租 而原因只有 心情好 也是 她这种花二十万买汽车 当小玩具的阔太太 几千几万都是小事 但如果遭人骗了 还是老同学 她绝对会弃诈 啊 这 陈渊知道下心于想 但又知道 她绝得家前上两室一厅 有些浪费 更知道她有点害怕 过早就同居上了 所以拒绝到 现在住得挺好的 还是算了吧 别说这磨满嘛 到时候去看看吧 房东太太随口一说 然后摆了摆手道别 便离开 然后 二人的早餐到了 一起端到了桌上 拿起一次信筷子 各自心情 都有些复杂的吃早餐 期间 陈渊数次看向下心于 然后又自顾自叹息 终于 让下心于忍不住了 小声吐槽道 怎么了吗 又不开心了 没有不开心 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陈渊说道 两室一厅 还有厨房 那该多方便啊 是很好了 但要加钱四百呢 下心于提醒道 那一年 就是五千 这五千 都够一年的大学学费了 而且 现在单间 余子也不方便 到时候租房子了 他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 是这样的 但是 下心于真正想说的 其实是两个人同居 会让人说闲话的 哪怕没有人说闲话 陈渊的妈妈 知道了也不好 于他而言 肯定想住一起啊 这样每天晚上 两个人就可以坐在沙发上 一起看一会儿电视 自己 还能把脚搭在陈渊腿上 至于那种方面的 不安全 毕竟房间有门 睡觉的时候 关上就好了 就在这时 陈渊手寄来了一条消息 他打开之后 发现是房东太太 发来的房子照片 但没有别的 照片里 是一个小浴缸 房东 还有浴缸 血脉 陡然涌起 想着星宇 躺在浴缸里 被关键性的泡沫 遮挡住重要部分 却露出百里 透红膝盖的画面 筷子硬了 这时 陈渊感觉 有人在描自己手机 于是 他转过头 看向一旁 这时 夏星宇 也突然转回头 吸了一大口粉 脸颊都红彤彤的 额头还有细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辣椒放太多了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话说 这鱼子 什么时候往碗里加了 那磨多红泡胶 跟自己点的 明明是一样的东西 但颜色却截然不同 星宇 那边退租之后 我们去看看吧 陈渊还是想换个地方住 所以继续只求道 喂食魔 假话是 想偷看鱼子泡澡 真话是 想方便给鱼子洗澡 夏星宇见对方这般 想要说通自己 脸更烫了 但这种事情 让他接受 也太让人觉得自己不矜持了 所以 又吸溜了一口粉丝后 他头也不转 继续埋头吃早餐 并透红着脸 小声嘀咕说 家里的事情别问我 你决定了 第228章 竞赛获奖名单 陈渊去了学校 然后再看到一些讨人厌的画面后 决定尽可能地 避免手剑地摸东西 尤其是栏杆扶手之类 几乎每一处 都有人在下面藏了笔杆 都是高中生 为毛习惯嫩差 而在教室 也会在不得已的时候 碰到一些东西 比如摸到周福书包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他昨天回家后 走到房间 把书包一甩 卧躺在床上 玩起了手机 真大啊 我说 他家 还比如 摸到黑板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 上一节课 老师站在讲台前 版书的画面 如果有声音 纳特摩就跟上网课一样牛逼了 当然 也看过一些瞎头的画面 比如 在摸到了周宇的校服后 就看到了下 晚自习回宿舍的时候 他见和思娇有点冷 便把校服脱下来 笑着递给对方的场景 真瞎头 把人都给恶心坏了 你们就继续谈吧 继续秀吧 等着哪一天 被校倒出手背队带住了 可有你俩好果知识 广播站老师喊你过去 陈元 二十分钟休息时间的大课间 合蒙对陈元喊道 OK 陈元没耽搁 带了明天中午要用的稻子 准备去广播站 而在门口的时候 唐斯文拽了拽他的衣服 说 今天 好像会出比赛获奖名单 今天出 陈元很惊讶 没想到 效率这么高 我是听说的 唐斯文解释道 跟选拔性的出赛不一样 副赛是会出奖的 所以 教育网会出一个得奖的名单 但没有分数跟排名 分数排名不出吗 陈元又问 教育网不出 但学校应该会有 不过 肯定也要比公布获奖名单慢一点 唐斯文也起身 向陈元邀请道 我现在去班主任办公室的 你要一起吗 可是 我要去广播站 陈元笑逐建议道 既然教育网能查 你卫视魔不用手机试试 也对哦 唐斯文想了想 然后伸手去掏手机 也对个急冒 陈元只是口嗨 但这家伙认真了 所以他连忙抓着他的手 制止这家伙 公然把校规按在地上草 唐斯文说 是你说的 但我只是在开玩笑 哦 呵呵 唐斯文哼哼地浅笑 给予了陈元尊重 然后就出了教室 一个人去找老莫了 这家伙 好像最近变得可爱一点了 在以前 他挺深沉的 还是以前逼格高一点 独断万古的压迫感更强 现在纯纯的包包大人 没啥仔细长 没多想 陈元去到了广播台 在那个设备很专业的教室里面 坐着一个表情冷清 逼格比唐斯文明显高得多的校花级别美少女 陈海英 见到自己 他开口道 老师已经走了 他喊我们 来是让我们分一下反馈性的 不是 这不是他的活吗 陈元走了过去 在陈海英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忍不住吐槽道 美其名曰锻炼我们 陈海英悠悠道 你也有意见啊 陈元感觉最近事情多了 有点小忙 偏偏广播站的老师还是个摆子 所以 他想跟陈海英私下骂骂人 陈海英抬起头 四处观察之后 准备说些什么 但又收到了心里 道 老师这样做 应该有他的考量 唉 你真是一点锅都不背啊 陈元服了 不愧是林差评美少女 可真文件 正模正知正确 去当新闻工作号小编吧 树正一下男女对立的不正之风 早就看那些 发脑贪推文的二流报刊 不爽了 你是不是因为 那个女童误解 所以 说话才变得这抹谨慎了 陈元十分好奇 因为纠缠成海英的那个女童 对陈海英说过一句 我喜欢你 然后 陈海英也回了一句 我喜欢你 才导致这种畸形的爱恋 一直未能斩断 很显然 陈海英不是那重不喜欢别人 玄固意志造物会与暧昧的人 而陈元既然说了 陈海英也不再掩饰 叹息了一口气 低下头 用双手抚着额头 倒 我也有问题 我明明看出他有那方面倾向 还说这重话 那你当时到底咋想的 陈元好奇地问 首先说明 我不是女童 陈海英先叠假 然后解释道 那时 他跟我表白之后 我的却有点虚荣心 而说那重话 也是想着 只要我不答应他的某些要求 应该也不要紧 懂了 陈元不是男童 但如果有一个小男娘说 我好喜欢你啊 多少 他也会觉得有点得意 毕竟哥们这魅力 实在行 同样 对陈海英也是这样 姐妹已经漂亮到 女人都喜欢了 我真牛逼啊 可惜对方弯得很厉害 陈元一汉道 是啊 陈海英也渐渐想开 说道 好在的是 斯文已经原谅我了 除了我 没有人受伤 被女生喜欢 这魔难受吗 陈元好奇地问 那是一种很微妙 很奇怪的感觉 陈海英回想起楚田 女童 说想轻轻自己嘴巴的画面 十分难受地说道 至少 我鉴定出来了 自己的取向十分正确 那就找一个男朋友 让他死心呗 陈元随口说 陈海英转过头 看着陈元 认真问道 夏星宇 是你随便找到的吗 我的 莫氏 我不在意 你这直接了当的性格还挺好 陈元嘎嘎地夸了夸 然后拿起信封 拆开过目 这个说女生好听 很适合一首英文诗歌 问你能不能在 午休的时候读一下 陈元把信上面的诗歌名 给陈海英看 陈海英接过后 在笔记本上 记下诗歌的名字 然后寻找名字 没写班级姓名吗 没有 但应该是女生 还挺好看的 陈元说 你怎么知道的 陈海英不解地问 看自己很清秀 那好看是如何判断的 我觉得女生都好看 就算没有外在美 心灵美 也能够用好看来形容 陈元突然地叠假 让陈海英开始反省 我平时说话 这么讨厌吗 平时不知道 但你现在非常莫礼貌 不该炫耀超能力的 但没办法 触摸信件 就能够看到 笔着写信时的场景 这种能力太有意思了 就像是开河一样舒爽 学校开设这个邮箱的目的 就是让学生点播自己喜欢的诗歌 文章 也有少数希望主播唱一个的 但并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才艺 而且信封里没加票子 太过于没诚意了 你想让作者加个马甲 还有就是 对于主播的一些表扬与意见反馈 你可能就想说了 那岂不是能够在这里跟主播表白 还真行 但一般这种反馈性广播战的老师 都会看的 只要不怕射死 或者被举报到教导处 可以随便在信封里发颠 这积愤是中文组的 我给放这里了 陈元将一些给中文主播的信封了出来 放到一边 而剩下的 基本上都是给程海英的姻缘性 没办法 谁让她是文科火箭般的超高效极美少女呢 其次 陈元的也有一些 但很少 而之所以不像程海英那么多 则是因为 圆批的行动力有限 大多都是云圆批 没有到写信支持这种程度 唉 不想干了 压根就没几个夸我呀 陈元很烦 斗志逐渐低迷 见状 程海英安慰道 不一样 你才来了几周 我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 刚开始的却少 但后面形成固定听众之后 就会有一些一直支持你的听众 说完 他还拿出一个留了姓名为 小黑熊 得姓 展示给陈元看 从高一开始 就一直给广播台写信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程海英摇了摇头 然后笑了笑 有些向往的说道 但肯定 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魏石魔 因为他每次都会在 信上画一些可爱的小卡通人物 卡通人物 有没有可能是二次元肥宅 陈元警惕道 对此 程海英并不介意 淡然地说道 无论是谁 都是可爱的人 肥肥的也很可爱 你想知道 他是谁吗 陈元有点想犯件 有点想 但对方如果不自己说 我觉得 也没必要非要知道 程海英讲这番话的时候 境界高地让人敬畏 格局已然脱离凡尘 要是陈元有这样一个 默默支持了一年的粉丝 肯定会想办法把他 他开河了 这样想住时 陈元栩栩用手 触摸着信封 然后 画面浮现了 女生宿舍寝室里 一个小麦色皮肤 扎着高马尾 穿着运动背心 夹于夹裤的女孩盘 坐在凳子上 将中性笔夹在鼻子 和上巴那里 用手握着光脚 一边想 一边落笔 在信纸上写字 啊 这不是四十七吗 你真的没想过 会是你身边的人吗 陈元试探性地问 想过 看一些人都想 但是 程海英想了想 然后摇头道 不过 我没有特别好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 应该不是 四十七不是吗 思其算 但我感觉 程海英想了想后 说道 他性格纳膜好 大家都喜欢 包括男生 我呀 可能只是 他朋友之一 经历过初衷的事情后 程海英都有些抗拒过于深度的交友了 而这样导致的就是 他似乎没有一个真心的玩伴 毕竟 谁都不会喜欢说话 从来不犯错 也就是没有自己观点的人 四十七性格的却好 我们班都有人 被他迷成二B了 陈元还是决定 少插手别人的事情 看四十七那样子 或许并不是也有女童倾向 暗恋程海英 可能是觉得 程海英有点点过于认真 不跟人交心 显得有些孤僻 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 鼓励鼓励他 不过有一说一 四十七身材还挺好 这里有一封信 提到了你 程海英说 陈元凑过去 然后就看到 上面是这样写的 广播站的英语女声 很好听 故事讲得也很有趣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请加油 然后 旁边的男生也加油 不是 怎么把我顺带上了 有留名字吗 没有 匿名的 陈海英继续观察后 摇头说 给我康康 陈元把信拿到手里 用手触摸着字迹 然后 场景回到了教室 班上人很少 应该是体育课 大家都去运动了 就几个人在教室里 不对 这不是唐斯文吗 陈元就这样看着 唐斯文把写信 再写道 请加油 三个字后 他就准备把信 放进信封 然后 他突然想到些什么 又把纸摊开 补充了一句 陈元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唐斯文 你真过分哪 不是说 我是绑一大哥的吗 惹呀 最后一封了 这张看完 就可以回教室了 陈海英 打开最后一封信件 然后 看着上面的字 渐渐浮现笑意 接着 递给陈元 特别欣慰地说 这个工作 一直做下去吧 会遇到这样 可爱的听众的 陈元不解地 接过信来 看到字的时候 画面也随之出现 豪宅的大房间里 书桌前 一个穿着成套睡衣的清秀男生 坐在椅子上 认真地写信 陈元学长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 讲得非常好 特别流利标准 虽然 你不知道我是谁 但我 写到这个字的时候 男生停顿了一会儿 然后 再继续动笔 但我这众喜欢你的人很多 班上的女生 都用这个节目下饭 说特别治愈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祝你高飞 写到这里的时候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走了进来 神戳戳地凑了过去 然后男生连忙 用手挡住信 还 还行 陈元看完之后 心情很微妙 评价只有一点 罗帆 你姐姐真漂亮啊 是之前那个 被在厕所里勒索的小男 男生吧 末世 谁说只有女生 能做圆批了 陈元在这里正中宣布 男生 也可以原神启动 行 那整完了 走吧 陈元说 嗯 陈海英想着两个人一起 走太暧昧了 所以说道 你先去吧 我把中文组的份出来雕刻记 辛苦了 我润的 陈元打了个招呼 就出了广播站 而没走多远 就看到罗帆 站在走廊的栏杆前远眺 然后 他看见了自己 于是转过头 腼腆地笑着 向他打招呼 学长好 你好你好 陈元也热情地回应 而看到自己后 罗帆也突然忙了起来 说是有事 就回班了 你来广播站 不会 是 就为了瞅一眼 经不起细想 不能细想 但陈元 也没有很反感 只要这家伙 不变成小男娘 过于极端地表达对自己的支持 陈元都是觉得莫问题的 他也感觉到了 陈海英所说的 有人默默支持的感觉 还真的挺满心 英批可以是47 原批是罗帆 又怎么了呢 不对 我在这里解释急冒啊 回班回班 拷打那个 亵渎元神的 唐斯文去了 就在回教室的路上 陈元又遇到了秋蒙 他的心情看起来很差 跟一向都是乐呵呵的 他不一样 活泼镜少了很多 陈元健壮 还是打算让他安静一下 悄然溜走 唉 见到我都装不认识了 这魔绝情啊 但秋蒙在陈元经过的时候 立即就做出笑容 用力拍了拍他的肩 哟 才看线 失敬失敬 陈元后之后决道 恭喜你 二奖了 秋蒙笑了笑 爽直地说道 只参加一试 能够拿到的最高奖 真厉害呢 出结果了呀 哦 谢谢 神二的结果并不意外 毕竟这 完全在预料之中 而根据这秋蒙的状态 八成 是末奖 陈元没奖 没问 说明他已经看出来了 但秋蒙知道 这个时候 化解难堪的 只能是自嘲 所以 他耸了耸肩 勉强地笑着道 嘿嘿 我太菜了 三奖都没有呢 看得出来 他极其地低落 因为通过聆听心声 陈元知道 他尤其在意 这场考试 一开始 就想着是赢 而且 要拿最高的省二奖 但他的人设 就是那种快乐的 瑟瑟的 永远活泼的类型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连直接地表达出来低落都不行 他自己 会觉得别扭 这就是残酷的竞赛 当然 陈元这个时候 不能去安慰 抽空给蒙子 讲了一个堂奸吧 听说这次一二班以外的学生 除了你跟唐斯文 全军覆没 秋蒙继续笑着调侃 而后握着拳头 中二的鼓舞 加油 捍卫我们平行班的荣光 锤子你们平行班 你不是三班的吗 唐斯文也过了呀 不愧是十八班的女王 恭喜恭喜 三班拉了大胯 被除去实验班之名了 秋蒙笑柱子黑道 那分数 没出吗 嗯 分数估计要晚一点 现在是教育网公布的获奖名单 不过 秋蒙看住陈元 语气渐渐认真 把对方情绪掉起来后 神秘的 开口道 不知道排名有没有前后 但二讲最开头的一个名字 It's you 第229章 明扬天下 感谢担字盟主 什么必玩意 我really 觉得在中文里加英语 真的很低 但秋蒙说的 倒是有些让陈元在意 于是 他有些好奇地问道 那这代表啥 不知道 但你是原神啊 或许真的有深意呢 秋蒙打去后 又补充地说道 只参加一试最高的奖 就是省二 多数在一试乱杀的选手 都参加了一二试 所以 他们能获得醒一 你排在第一位 如果你自己 没有什么投注 那我就不知道了 提前一个小时交卷 还能有106分 说明陈元的水平高到离谱 那么 在正赛的一试乱杀 甚至位列全省第一 不也有可能的吗 当然 也有可能是误会了 也许是按照首字母再排 毕竟C比较靠前 或者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哦 我了解了 陈元对秋蒙的情报很感激 回报以微笑 那我先走 拜拜 秋蒙招了招手 因为本来心情就很差 也不想再聊 嗯 拜拜 跟秋蒙打完招呼后 对方就走了 陈元也准备回教室 然后 陷入了思索 仪式的那一张卷子 自己考全省第一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光石一大地 就可以把自己压得死死 如果真这样 那只能够说明 一是一百一十五分以上的选手 都是冲着竞赛去的 所以 他们必然参加了 全部都是专业竞赛题的二十 然后两项考试的平均分 拿了省一 并顺利晋级国赛 所以 他们的名字 不会出现在省二奖那里 当然 这也只是猜测 人不能够帅 先陷入朴幸 对自己的认识过高 或许 只是因为 C字在二十六个字母排第三 比较靠前 拿二奖的哥们里面 并没有心爱的 信必的 应该就是这样吧 都无所谓了 分拿到手就行 陈元回到了教室 而这时 唐斯文也从办公室回来 嘴角带着笑容 在 哼哼哼 的轻声哼着歌 跟邱蒙明显就 不是一个状态 不过见到陈元后 他立马把欢快的情绪收敛 左右一看 表情回归高冷姿态 对陈元说道 我们都过了 同歇 陈元点头 然后好奇地过问道 你是省街啊 省三 唐斯文答道 他高兴的同时 其实也挺感激陈元 那天自己晕车 要不是陈元用 风油精给 自己按摩 他的状态 可能正好就差上几分 分至少是加上了 挺好 除开自己的话 唐斯文就是外卡赛区 只平行班 第一个拿到奖的人 这比赛 还真是残酷啊 那这样 岂不是老莫班上竞赛获奖的概率百分百 正这样想的时候 二人看到 老莫脸上带着一些十分克制的笑容 朝着教室走来 同样 再看到他俩后 他连忙收敛 这老莫 怎么跟唐斯文一样 人设越来越崩呢 我还是喜欢你 拿谁都当粪土的样子 回来吧 莫大主任 我最骄傲的熊大鬼 嗨嗨 老莫咳嗽两声 润了润嗓子 然后在二人面前停下脚步 说道 这十分虽然拿下了 但每次的普通考试 是不会给你们加上的 忘了他 借教借造 嗯 唐斯文点了点头 非常认可的倾听 而陈元 则是有些在意地问道 那我们学校 拿到这十分加分的 多吗 不是很多 但也不算少 老莫想了想后 回答道 参赛的三十六个 拿到省奖的 只有十一个 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 而放在全省 第二轮的获奖率 也只有百分之二十 这百分之二十 并不是参加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就好比世界杯与世界杯与选赛的关系 在预赛那一关 就淘汰了绝大多数的选手 一万个里面 顶多只有两千人晋级 而两千人里面 只有四百人获奖 省奖的概率 在参赛人数的百分之四 下海全部的参赛选手加起来 也就只有区区五千人 但下海的考生 有八万五 话而言之 八万五考生里面 已经有两百人 先行一步 率先参与了高考 要是这两百人里面 还有少数民族的 那他这一步走的 还要更大 当然 不只有数学竞赛 其他竞赛规模 哪怕相对较小 获奖的人数少一些 也可以先行 而在之前 这种冷知识 其实跟陈元这种学生 完全扯不上关系的 哪怕是唐斯文这种选手 也只是因为再差班 所以才获得了资格 如果不计较公平 或者说完全 公平 参赛选手大可 全部在一八二班挑 四中一中就高了 听说他们那边 都是百分之八十的省奖率 老木为了让二人认识到差距 有意地提起到 下海两百多个省奖 其中一百四十个 出在两所顶尖强校 剩下的八十几个 则是余下的所有次几名校评分 十一中能够在其中 获得十一位 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了 校长 自然高兴 不过更高兴的人 是老莫 在名单出来之后 何鸿涛晃悠到了老莫 那个数学年级组 当住二班数学老师 潘笋老师的面 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 莫老师教学是有一手啊 两粒种子就接了两朵花 这哪像个普通高级教师 哈哈 当时 潘笋老师脸都黑了 整个二班 也才两个人得奖 这种拉仇恨的话 自然是把其他老师搞得有些嫉妒 但在事实面前 也只能向自己表示祝贺 一向是谦逊低调的老莫 也稍微体验到了一点 大出风头 的快感 还有更实惠的东西 这何校 是不是在暗示自己 有希望特教呢 上课了上课 进去坐好 老莫忍住欣喜的冲动 让自己最看重的 两个学生 进班坐下 然后 走到讲台之上 在铃声响起的时候 拿起粉笔 转身在黑板上版书 而这个瞬间 他突然又想到了 今天查成绩的时候 审二奖里面 陈渊是排在第一位 难道是因为 他在审二里面第一 所以才排第一个 虽然 他带过好多届学生 但因为都是比较差的班 根本就没有竞赛 拿奖这方面的经历 所以他不知道 这个到底有没有 什么关联 可是陈渊上次 对玩试卷的答案 甚至只有一点点 没有写出来 他没参加二试 排第一 有何不可呢 今年这试卷 别说学生了 好多老师都拿不到 一百分以上 哪怕是老莫自己 这某有经验的一个老师 对玩答案 估算的分数 在三个小时之内完成的 也只有105左右 本来在很差的平行班里 两个人获奖 已经是奇迹了 其中一个学生 还考了极其离谱 甚至把所有老师 都甩在后面的分数 那何笑他 哪怕跟我的关系莫那么大 他也得肯定肯定 我的教学啊 半分钟过去了 讲台下面的学生们 就这样看着老莫 僵硬地站在讲台上 啥也不干 侧脸看 一下子笑 一下子强忍着不笑 车输军老师怀二胎了 周宇转过头向成员 恶意地揣测道 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 歌进赛太扎脸 乐的吧 成员淡淡道 哟哟哟 周宇刚想不懈地反对 然后便被和思娇打断道 别给他打脸机会了 他们还不知道 成员已经的奖了 更不知道 还有获奖名单名字 位列第一这一暧昧情况 嗨嗨 今天讲题 老莫有点乱了心 原本想好的 再复习一下之十点 但脑子一直有些糊涂 所以转过身 在讲台上 一边打开交付书 一边偷偷用手 在手机屏幕上滑 紧张又焦急 如果成员的分数 真的比那些一般的还高得多 那何叫的是什么反应啊 何鸿涛今天挺高兴 但也只限于 停 通过出赛的 总共有三十六人 其中十一个人得奖 能够获得加分 这个比例 作为全省前二十的学校来说 还算是可以了 而且 还有一个同学 拿到了省一 能够进入全省大赛名单 要知道 整个海东参加国赛的人数 也才六十二个 也就是说 那个学生的数学水平 在全省前六十二 能够打国赛 要是还拿个国奖 那孩子就能走高校的强昆计划 说不定在他们考试那一届 还会多一个华清纪大 不像是四中一中这种学校 文科理科加起来 一年能有四五十个这种级别选手 十一中单届能超过三个 就已然是大丰收了 而之所以只是挺高兴 则是今年很普通 并没有特别渣 不过也没办法 毕竟生圆摆在这里 嘴上说着海静驱双子星 但和洪涛本人也知道 交不了一点 现在唯一能够再期待的就是 那个参加国赛的学生 他的分数最好高一点 在六十二人中 排得上三十名以内 毕竟国赛的获奖率 只有百分之四十 在去年 十一中去了两个人 但两个人什么都没有唠叨 相当于只拿了一堆省奖 至于其他省二奖 反正也参加不了国赛 他们的分数 考多高都属于是浪费 没什么好期待的 不过话虽然这样说 但何鸿涛对陈元 还是比较在意 看着电脑屏幕上 省二等奖的第一位 陈元 何鸿涛心情微妙 如果说这是按照分数排名 那一等奖里面 四中那两个尖子生 十一 牛志浩 他们可是这次四中月考的第二第三 魏师摩分别在第二行跟第三行 这可是全省方面都有名的天之骄子 但如果是按照首字母的话 C开头的陈元后面 魏师摩还有姓敖的 讲不清 实在是猜不透 全省六百多个省二等奖 魏师摩把陈元的名字列在第一位 偏偏还是自己认为很有机会的状元苗子 不对 我想多了 靠着一背 脚搭在脚托上 何鸿涛觉得自己有点过于的急了 陈元再怎么聪明 再怎样天赋一饼 他两个月前可是完全没开始学 上一次 连十一中月考的数学试卷都没有满分 而这可是难度至少提升了三档的数学竞赛 怎么想都没有 就在他思索之时 微信来了消息 教育局的张组长 何鸿涛的高中同学发来了一个文件 张腾 何校长 厉害啊 厉害 这两个字把何鸿涛的情绪给掉了起来 一下子就振奋了 难道说 我这个国赛的学生名次打得很前 这一次国赛拿奖 希望很大 张腾 这只是市里的一市排名 二市的 以及省排名 还在加紧排 厉害啊 卫师摩这样说 一般那个学生 这摩强的吗 他总分连全校前五都没有啊 何鸿涛直接作证 点开了下海市数学竞赛成绩表格 上面是一市的排名 第一的名字紧紧一看 变震耳欲聋 十一 一二零 妈的 这种试卷也能拿满分啊 狗四中 何鸿涛罕见报完粗口后 又往下扫试 然后在并列的分数那里 赫然看到了陈远 那一刻 何鸿涛瞬间瞳孔地震 真正的学霸 就是只学两个月 便能够名扬天下 一般的宝贝扫尸了几十名都没有 但这个陈远 竟出现在了第七 不对 是第五 十一 一二零 刘易洋 一二零 周武生 一百一十八 神雅亭 一百一十六 牛志浩 一百一十五 胡祥 一百一十五 陈云 一百一十五 还有三名 一百一十五 刚好卡住前十 至于一百一十四分的 总共有九位 这一次 只要一百一十四分以上 就能够全市前二十 满分 有两位 四中的十一 外国语学校的刘易洋 接近满分 有一位 一中的周武生 高分段六人 其中竟有个女生 她在那重情框下 还多偷了一分 压在了五个男生头上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她就比那些男生更强了 而是她的速度很快 争分夺秒的 抢到了最后一题的步骤分 而最疯狂 最不可思议的 还属于是陈云 一个才学了两个月的人 竟拿下了全市第五 这是什么概念 按照比例来说 已经稳稳过二了 但国赛还要在 之后的一个多月 以陈云的成长速度 那时的她 何鸿涛 省排名咋样的 有没有 张腾 没有 但我知道个有趣的 张腾 你们陈云二世 是自己不参加的吗 这模淡薄名利 何鸿涛 咋了 张腾 还问我咋了 但凡一世能考一百分以上的 基本上都参加了二世 更别说一百亿以上的超高分段了 何鸿涛 那她在省二里的分数排名是 张腾 全省第一啊 十一 一世二世加起来之后的均分 全市第一 全省第二 而且只比海中的那个少一分 四中两年集数学年集组长 同时也是一般的班主任朱毅然 喜密地说道 而站在电脑前 看着指制排名的张建军 则是认真地盯着一个名字 表情十分严肃 一百一十五 陈渊 跟十一说的一点都不差 全市第五 而且 数学已经到了这种水平的人 竟然没有参加国赛的想法 他 只是为了这十分的加分 长孝 这次赢了一中啊 哈哈 朱毅然继续笑着搭话 不过这种比赛 外校的学生居然能拿满分 说明哪怕是差一点的学校 最顶尖的尖子生 还是很厉害的 确实 哦对了 这十一中 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张建军抬起头 好奇地问 有啊 徐一成徐老师 十一中最好的数学老师了 朱毅然说 那你能不能搞一个成绩表过来 啊不 三次吧 最近三次的成绩表 行的张笑 那我先回办公室了 嗯 辛苦了 朱毅然走了之后 张建军坐在了位上 继续研究这一份表格 作为四中校长 他肯定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学校的学生身上 比如十一 稳健地让人放心 站在了下海八万多高中生的顶点 比如柯家园 还是神一下鬼一下 上可以位列四中月考第一名 下可以数学竞赛审议都拿不到 一试的分数也排到了全市九十几 总分高自然好 但李柯强 才是真的将 其中数学 有能说明问题 可以这样说 只要英语也好 这前二试 全市状元候选人 再进入高三 开始全市联考之后 前几名这些名字会 多次出现在大排名的前列 互相纠缠 难舍难分 最后决出唯一的冠军 状元 但是 陈元 陈元 张建军虽然对十一中 这所连下海前五都排不到 还非要跟自己双交的省石宴 嗤之以鼻 但毕竟是同一个区的 对方曾经还靠 简陋自己学校的声援 拿到了市状元 他多多少少有点关注 但对方的前五 也就自己这边一般中 上游的水准 哪怕是第一 也顶多挨得到自己这边的第五 更重要的是 陈元这个名字 从未出现过自己的视野之中 从抽屉拿出一盒 一九一六 掏出一根烟 张建军含在了嘴里 点燃 吸上一口 吐出的烟雾 徐徐在鼻腔循环 陈元这个名字 出现在全是第五的位置上 很奇怪 但也没有太奇怪 不过是一个超级片刻声罢了 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 十一中月考的成绩单发了过来 他点开表格 然后 前五 前十 前二十 都没有见到这个名字 于是 带着一些失望的心情 点击了搜索 打字 陈元 九十九名 六百一十五分 哈哈 看到这个后 张建军一下子释怀地笑了 彻底的 被逗笑了 太可乐了 十一这人 还真是够朋友 为了维护自己的朋友 还因造一副 他俩是对手的气氛来 所以 十一 区区一个十一中 全校前百 值得你注意吗 嗨 这众学生 在我们学校 虽然不算是岔生 但随手一抓 就是一大把 鉴于这一次 对方考试的难度很低 换算一下 至少排到了四百名开外了 这样想着 他又吸了一口烟 又发来两个表格 他虽然 已经没有看的心情 但毕竟是朱亦然老师 特意需要的 还是看一眼吧 接着 点开了上一次的 同样 前十千二十 都没有成员这个名字 这样 排除了考试发挥师 长才六百一十五的可能性 却定了 就是偏科怪而已 接着 他又输入了陈元 然后 表格刷到了几乎最底端 陈元 九百一十三名 五百零四分 陡然的 张建军的表情 明了一下 瞳孔也微微震动 但没有急于惊吓 他尽可能冷静地 点开下一个表格 上上次考试 陈元 九百十二名 五百零八分 高一的期末考试 高一八月份的暑期考试 这两次 他的名次 都是九百名 五百分出头 而仅仅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九十九名 六百一十五分 进步位 八百一十四名 一百一十一分 作弊的可能性 卫零 而这样学生 因为停顿过久 香烟持续载燃 灰白色的烟灰 截断落下 掉在了张建军的裤子上 除开上一次 答题卡填错 然后进步很大 这种乌龙 一年进步一百分的可能性 有 但从五百到六百的 急少 而在两个月之内 从五百到六百 张建军见过的案例次数是 零 第二百三十章 强者们 他 很意外 意外的点有很多 分数倒是其次 主要是 十一位石魔会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还成为宁肯硬刚校长 也要保一手的朋友 张建军又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成员的成绩 之所以排除作弊也是因为 他的分数进步得十分科学 并非是全面的提高 而是 六门之中的两科 陡然变高 导致总分 提升了一百一十一 这是符合进步规律的 因为提分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 先攻特别薄弱像 和拉分特别容易的科目 成员的特别薄弱像 那就是英语 但这次 他的英语 已经进步到一百三十二分 一个尤其优秀的成绩 数学一百四十一 而且 那还是在半个月之前的了 在参加数学竞赛二世的时候 估计就已经到了满分水准 可怕的在于 他的进步空间还有非常之大 一个数学天赋一饼 完全可以称之为天才的人 理科必然也能崛起 而这种理科怪兽最微妙的学科英语 也不再是弱想 这个人 拥有无限的潜力 要是下一周的七校联考 他的进步 还是那么恐怖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又狠狠地提升三十分以上 他成为十一中前五 是迟早的事情 成为威胁十一的因素 也是迟早的事情 为时摩 为时摩 进步突然这么大 这个诱因 到底是什么 突然的 张建军想到了 自己学校的那个女生 谈恋爱必然会影响学习 这是肯定的 但也不一定全是负面的影响 说不定 她是为了跟自己学校的 那个女生上一样的大学 决定 后勇 然后又发现 学习这种东西 对自己而言 并不算复杂 一下子就冲上来了呢 所以说 我们学校的女生 不仅被十一中的男生 带着早恋了 还成了对方 成绩进步的诱因 想到这里 张建军就烦 直接的 把烟在烟灰缸里 悬了几下 西面 不对 那个女生的脸好熟悉 好熟悉 张建军突然意识到 自己不仅仅在 寺中外面那条街 遇到这俩 还在其他什么地方 陷过他 而张建军 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就是非常厉害的学霸 高考全区前五的高材生 他的记忆力很好 很快就联想起来 他点开学校的官方网站 鼠标 往下滑动 然后 就找到了一期学校 花钱拍摄的招生视频 这段长几分钟的视频里 一个学生出现了十多秒 暂停 那张脸正面面对摄像头的时候 张建军完全想起来了 而能够出现在宣传片上的 至少都是985级别分数的学生 也就意味着 陈云 你还骗了我们学校一个好学生是吧 四中食堂 夏新宇跟姑姑一起吃饭 那个 应该出了吧 夏新宇试探性地问 啊 那个出了 我一直没时间看 来看吧 夏方因为一直在上课 莫时间用手机 所以 他收到的时候 就已经是带着分数跟排名的几个表格了 按理来说 他应该最先关注自己班上的学生 但毕竟侄女眼睛里面一直有光 爱吃饭且食欲很好的他 今天吃饭都有点敷衍了 所以 他也就最先满足夏新宇 点开了仪式的排名 然后 一眼成员 不是 这是全式的排名啊 夏方以为自己看错了 但无论怎么看 那两个字 的确就是成员不假 115 这种题目 他能够考115 夏方眼睛都睁大了 被震撼的说不出话 而一旁的夏新宇 却像是先前就知道似的 惊喜的角度特别片面 捂着嘴 他高兴道 太好了 十分加上了 这是十分加上的事情吗 这是115分 全是前五啊 夏方再次仔细确认 但无论是学校还是名字 都对得上 然后 他特意往下翻 往下滑 找到了自己班上的学生 但已经是百名开外了 他先前还在想 陈元跟自己班上的优等生差距 什么时候 要是缩小一点就好了 但现在他发现 陈元的对手 才不是自己班上 这几个堪堪拿奖的学生 网上是十一 并列的是牛志浩 也就是说 陈元的数学水平 放在寺中来看的话 仅在一人之下 星宇 下方是真的被有些吓到了 觉得他侄女谈了一个尤其怪物的人 转过头 他认真的开口问道 陈元 是不是特别聪明 他想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天才 普通的聪明 跟天才不一样 也有那种完全墨学 然后成绩一下子暴增的聪明人 但跟天才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真正的天才是 原本就存在着不低的智慧 在某一个学科上 掌握了基础的构架之后 便可以无限发散 表现就是 在一种题目上 别人在想怎么算出来的时候 他想的是 用哪种方法能够更加高效 紧紧做得出来 是做题家 一道题目有多种解法 才能够成为数学家 既然姑姑这样问 夏新宇也坦率交心地说道 陈元特别聪明 我虽然一直在叫他做题 但只要交会了 他很快就能超过我 那我明白了 夏方终于 也跟那些人一样 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 陈元先前 完全没学 所以 开始学起来之后 就会很快很快 堪称一招悟道 姑姑 夏新宇看着夏方 说道 陈元他 很快就会超过我很多 所以我在想 上一个大学的计划 还能不能实现 对吧 他到了高三 那时的成绩 或许能去寄金的那两所 但是 我不行 夏新宇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 他已经是很聪明 在普通孩子中 天花板的存在了 但没办法 聪明亦有差距 你也可以的呀 你很棒的 夏方安慰地说 嗯 但就是怕不行 夏新宇有些低落地说道 他先前努力学习 是为了追上我 但现在 心态已经发生了转变 学习成了一种兴趣 以及野心 我会不会因为 跟他差距大了 两个人之间会有一些 小问题啊 被甩有点夸张 但因为大学的选择 或者说 见识到更好层面的人后 自己被对比了下去 他504的时候 你嫌弃过他笨没有 夏方打趣地问 当然没有啊 夏新宇认真摇头道 那就不用担心了 夏方笑了 小声说道 有些高中生的爱情 至死不渝 你们 是吗 至死不渝 这四个字一出来 夏新宇就被说得脸红了 但又一时到 姑姑说得很有道理 自己在成员504的时候 一直都想的是鼓励 哪怕觉得 对方跟自己上一个学校 真的很难 也想的是 向下兼容 不对 应该说是为爱报考 差一点的学校 反正无论怎么样 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 成员 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现在 正好成绩出来了 我应该跟他说一下 自己的真实想法了 切莫让自己 变成影响成员 跟十一争夺柚子的绊脚石 况且 夏方摸了摸夏新宇的头笑着道 成员也应该感恩 毕竟没有新宇 他为谁努力啊 嘘 夏新宇脸一红 连忙提醒姑姑 不要再说了 四中严禁早恋的 好好 知道了 夏方虽然嘴上这样说 但他非常清楚 抓早恋 无非是会影响学习 影响校风 而现在 两个人不在一个学校 影响校风谈不上 两个人 成绩又都很好 成绩还上涨了 更没有拆散的理由 还有 以前还能说是十一中的臭小子 把四中女学霸拐走了 现在 到底谁在高盘谁呢 则 就差一点 我也是第五了 一中 数学年纪组的办公室 刘承熙看到一室具体的排名之后 忍不住咬牙道 对此 他的数学老师笑着安慰道 这个成绩很厉害了 哪怕放在一中 也没有多少人比你高 况且 你一试二试的平均分 可以排到全省二十四 保持水准 冲击果奖 希望极大啊 但十一全省第二啊 刘承熙还是认可十一这个对手的 认真的说道 你们比的是总分 数学满分也才一百五 不用太计较的 数学老师继续安慰道 你总分全校第四十一第二 两个学校差距不大 我们学校还比他们要好一点 下次联考再加油吗 我们学校 真的比他们学校好吗 刘承熙不解反问 数学老师被说的语色 至少 名义上还是第一 虽然这次数学竞赛的下海冠军是四中十一 虽然两边省奖获得的人数相近 对方还多一个 但我们是 是一中啊 海东四高联考就现分晓 数学老师还是特别有斗志的 毕竟他带的可是最高高中的最好班级 复兴一中荣光 我被当仁不让 不过 还真的有个怪物 刘承熙看着全省一二市均分排名的表格 盯着在十一头上的那个名字 有些被触动到 那么厉害的十一 都能被人压制 所以 四高联考之后 在全省顶尖豪门高中的比较中 跟十一样的天才 还会出现 地方城市的教育实力 也不容小觑 宁城 海中 二年六班 一个最前排的座位上 手里拿着牛奶的男生 一边喝奶 一边解题 这时 班长突然叫道 白明泽 老班喊你 来了 男生起身 手里拿着牛奶 边喝边往教室外走 跟班长擦肩而过的时候 身躯被完全掩盖 身高 也矮了半头 就这样 有些死于衍的白明泽 走到了年纪组的办公室 然后 将牛奶丢到了办公室的垃圾桶里 一众老师都愣了下 不解卫视魔来了个学生 在他们办公室丢垃圾 白明泽也没有打报告 走到了办公室班主任的位置 语气样样地问 老师 怎么了 老师愣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后 看到对方眼圈黑黑的 忍不住问道 咋这么重的黑眼圈 熬夜学习 白明泽回答道 你也倒是很诚恳 不像有些人一样 明明在拼命地学 非要装作再玩 老师感慨道 卫视魔要装 白明泽不解 大概觉得 学习很丢人吧 不知道 老师笑了笑 然后祝贺道 恭喜你啊 竞赛省冠军 听到这个 白明泽依旧冷静 点了点头 谢谢 不是 你不开心吗 没有 挺开心的 但有点困 激动不起来 我求求你了 早点睡行不行 你这黑眼圈 我看着害怕 老师劝说道 嗯 尽量 白明泽点头说 还有别的事情吗 老师被他的淡定 整得有些尴尬 明明得奖的是他 惊喜的却是自己 不过还好 这种完全没有 焦躁的心态 确实是好苗子 看你对学习兴趣 很高涨的样子 老师鼓励道 下个星期四校联考 跟下海那边的学校 也要搞排名 你加把劲 当然也不用太假 争取个好名次呗 可以 对了 想转去一班吗 老师说道 虽然还没有到正规的 分班考试 但你已经有一班 甚至说一班 尖子生的成绩了 不了 白明泽摇了摇头 道 好不容易跟班上 同学混熟 而且我还很喜欢 班上的老师 包括您 谢谢 不客气 那你回去吧 就这样 白明泽离开了办公室 而办公室的大家 也开始讨论起来 真是学入魔了 那个黑眼圈 不要紧吧 而且 是真的一点都不兴奋啊 明明拿了省赛冠军 这孩子 厉害啊 十一已经提高了冠军的上限 超了网界分数一些 他竟然还能够更好 不过 这孩子 到底经历了什么啊 是啊 就跟突然开悟一样 连省赛冠军 说拿就拿 大家讨论这个的时候 白明泽的数学老师 兼班主任的感受 是最深刻的 他眼睁睁看着这个学生 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从五百七十 到六百七十 获奖的哥几个 赶紧去群里 找找睡田地址啊 过期不后的 请不吝点赛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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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